第1161章苍穹声异象 嗡 几乎是这个念头从脑海中掠过的瞬间 唐欢便捕捉到了一股源自于纳拱门的强烈波动 紧接着 震天动地的颤鸣声突然从旁硕的铁柱中心激荡而出 这片空间之内的众人 耳朵都是嗡嗡作响 不好 瞬即 袁凌峰就是面色奏变 这么大的动静 起码能够传出数百里之外 说不定会将周围的修饰吸引过来 邵阳和象聪等人 也是神色大变 显然都想到了这一点 然而 还没等他们想到应对之策 铁柱顶端 唐欢好似察觉到了什么 突然背着虎四向后暴退 轰 愈加激烈的暴鸣之声 从铁柱内部狂笑而出 紧接着 变似有股无比恐怖的力量从里面爆发出来 原本兼顾无比的明墨玄铁颈刻兼变以化作鸡粉 烟消云散 显露出了一座高台以及那高台之上的拱门 而那古巨力在摧毁了明墨玄铁之后 却依然如惊涛骇浪般疯狂地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这片云层凝聚而成的空间瞬即崩碎 不论是唐欢和虎四 还是邵阳 袁凌峰和象聪等六人 来不及抵抗就被全都被掀飞了出去 呼 片刻过后 众人便已冲出云层 腾云架雾搬爆退数千米 这才堪堪稳住了身躯 明目望去 人人都是满脸震骇 前方那方圆数千米的云层 滚滚激荡 近似掀起了滔天巨浪 剧烈翻涌的云浪之中 先是一道拱门缓缓升腾而起 竟是高达数十米 旋即 承载拱门的高台 也进入了众人视线 翁 惊天动地的冥想再次震荡苍穹 拱门之内 虚空剧烈波动 而那道旁硕的拱门却于此时 站露出了亿万道绚烂的白芒 令人难以逼世 近乎同一时刻 无比强猛的白色气息冲天而起 竟是在万米高空之上 凝聚出了无比旁硕的拱门虚影 这是通道 前往通天塔三层乾坤道界的通道 向葱最先反应过来 竟是首武足道地疯狂大叫起来 那双铜铃般的眼珠子里 满是难以乐置的狂热和渴望 整个人都变得有些疯狂 没错 绝对是通道 当初 挤入这风火雷界的通道开启 出现的便是这等异象 原临风也是难以激动 果然是通道 唐欢心神不由得微微震动 周围其余话虚强者 也都是激愤无比 望着高空那异象 直欲顶礼膜拜 风火雷界西北 火欲和风欲交界楚 嗯 正急速持航的聂指瞳似有所感 猛地转眼东望 一道无比巨大的拱门虚影横更苍穹 宛如神灵俯瞰众生 继而便有股无比强横的波动席卷而过 可不得压迫感自灵魂深处狂涌而出 令人心神迹颤 猎指瞳停住脚步 眼中深处 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可紧接着 他眉宇间的疑惑就已消失 一股无法演绎的狂喜从心底喷勃而出 他那张俏丽的面旁都似变得有些扭曲 极度激动之下 醉酒般的驼红立刻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爬满了双甲 乾坤道界的通道 乾坤道界的通道居然出现了 这一刻 聂指瞳不但声音有些颤抖 竟连身躯都是微微哆嗦 他在这通天古域待了上千年时间 无数后来之人 相继登天而去 可他却是不断压制修为 死撑着不引动天路降临 为的不就是通天塔三层乾坤道界之内的乾坤道珠玛 千余年来 他几乎翻遍了烽火雷界的每一个角落 却始终没有找到那乾坤道界的入口通道 近几百年 他对进入乾坤道界已是不抱任何什么希望 只是心底那存在了数百年的执念 让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而今 那通道终于出现了 现在就过去 列子同本是准备去西北见见段无涯 请他调集人手搜寻那的黑袍青年的行踪 可现在 他却是立刻改变了主意 那黑袍青年 日后还可以再去寻找 可那乾坤道界 确实越早进去越好 那乾坤道界的入口通道没有开启 也就罢了 此时既已出现 那乾坤道珠 他是在必得 So 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列子同改变了方向 烽火雷界 西北边陲 以 一座云层凝聚而成的宫殿之内 亚裔的低呼声陡然响起 那是一个轻衣老者 双眉耗法 面庞之上 满是层层叠叠的皱纹 寇篓而苍老的躯体间 暮起沉沉 他便是这通天古域之内 与聂子同齐名的乌鸦老祖段无涯 呼 恍若微风拂过 刹那过后 段无涯便已出现在殿外 抬眼望去 苍穹之上 拱门一向入目而来 只过了片刻 段无涯便那双暗淡的眼眸之内 便是暴散出了璀璨摄人的神光 旋即 寇篓的身躯也已挺得笔直 整个都是拔高了一截 仿佛即将枯萎的老树 突然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通天塔三层终于可以进去了 哈哈哈哈 段无涯竟是神经质般地笑了起来 笑声初始颇小 却越笑越是响亮 瞬息过后 竟已是如炸雷般在天地间来回震荡 过了好一会 笑声才总算是停歇下来 而段无涯面旁之上 却是老泪纵横 乾坤道珠 老夫要定了 下一刻 段无涯身影便已消失 这是乾坤道界的入口通道 风虎雷界南部云雾之间 鸣叫即浩然的红袍壮汉 争愣了好一会儿才如梦初醒地蹦跳而起 眉宇间满是惊喜 也不知那里是一处怎样的空间 哈哈 太阳的 老子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一进来 通天塔三层的入口通道就出现了 风虎雷界西部高台之上 一名刚从拱门之内闪烁而出的中年男子经不住 纵声大笑 喜难自意 近乎同一时刻 强大的气息波动 便已席卷了风虎雷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通天塔二层的画须修士 全都看到了苍穹之上那突然显露出来的拱门异象 而后竟封了一般往东而去 第1162章翻脸 风虎雷界东部 唐欢总算是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在火力进入铁柱中心时 他便猜到自己或许根本就用不着去熔炼鸣磨玄铁 任何形式的力量强悍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一旦同时冲入铁柱中心区域 便可与那里棒驳的道之法则力量发生共鸣 从引动拱门 直接以最快的速度摧毁封锁周围的明墨玄铁铁柱 这便意味着 不管什么人 只要能够做到这点 都可解除铁柱对纳拱门的疯困 不过 通天古域之内有这种能力的修饰 肯定没有几个 至少袁凌峰和向聪这两个画须九转巅峰的强者做不到 想要将海量的力量同时送入明墨玄铁铁柱的中心区域 不但需要有强大的操控能力 更需要有超强的感应能力 否则 根本就不可能从那密密麻麻的孔洞中找到足够多的力量传输途径 古域当中 或许如聂止同和段无牙之类的画须强者能够做到 只可惜 袁凌峰等人根本不会去找他们出手 毕竟那两个老怪物实力太强了 他们一来 也就没袁凌峰等人什么事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果然是印证了唐欢的猜测 那旁说的铁柱不但在寝客间烟消雨散 前往乾坤道界的拱门入口 更是在随后完全显露出来 更在苍穹之上 凝聚出了无比惊人的意象 此刻 恐怕所有封虎雷界的话须修饰都已察觉到了这里的动静 正向这边疯狂地赶过来 那乾坤道界的诱惑 就算是聂止同和段无牙都抵挡不住 当然 既然通天塔三层的入口通道就在这 唐欢肯定也是要进去的 不可能就此掉头而去 嗯 转念之间 唐欢突然捕捉到了一阵极其细微的破空声 旋即便见视线之内 人影急速闪烁 不由得眉稍微微一挑 转眼扫视了一圈之后 唐欢便是冷然一笑 诸位前辈 这是何意 这时 邵阳 袁凌峰和向聪等六个话虚九转之境的强者 已是将唐欢围在了中间 面旁之上依旧残留着激动 可他们看向唐欢的眼神中 却已是杀鸡毕露 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了凝恶之意 饺子 老夫等人的意思还不明白麻 自然是送你上路 袁凌峰黑然冷笑起来 若此人实力不济 留他一命甚至任他进入乾坤道界也无法 可此人在开启入口通道时展露出来的感应能力和操纵能力 实在过于惊人 若他也进去乾坤道界 对大家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此人才化虚无转修为 他们动其手来 无需有任何顾忌 被六个化虚九转的强者围着 此人不可能有逃脱的机会 而且 急杀此人 也不会耽误什么时间 正是一群蠢货 唐欢树敌笑了起来 我竟然敢来这里 你们以为我会没有半点准备 几乎是话音落下的瞬间 空间飞行器便已显露出来 而后急剧扩张 电光石火箭的功夫便已恢复了原来大小 看到这幕画面 袁凌峰和象聪等人先是一愣 继而便是哄堂大笑 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飞行器 他们这六人当中的任何一个 都有将其轰碎的能力 想用空间飞行器逃跑 简直是痴人说梦 可刹那过后 几人的笑声便戛然而止 那空间飞行器内 竟有两道身影近乎同时闪烁了出来 正是耿许和丑瑞 这两人原本是画须八转的修为 在吸收炼化了唐欢所送的玄冰红莲之后 修为已是突破到了画须九转 至于英语 于子晨和王浩三人 唐欢则没有召唤出来 他们虽然也依靠那玄冰红莲 让修为从画须七转提升到了画须八转 但向和元凌峰等人抗衡 还是差了一些 耿许 仇锐 竟是你们两个 元凌峰立刻就认出了两人的身份 不由得面色为尘 旋即便是冷笑起来 居然突破到了画须九转 恭喜恭喜 不过 只凭你们两个 也敢围着小子出头 他下意识地以为耿许和仇锐 乃是唐欢请来的帮手 耿许和仇锐则是面无表情 一声不吭 可心中却是满满的无可奈何 他们已是唐欢的傀儡 就算明知不是元凌峰等人的对手 却也得听从唐欢指令 哪怕是最终丢掉了性命 也违抗不了 嗯哼 拳击 一声咳嗽便是想了起来 若是加上我呢 邵阳 袁凌峰等人寻声望去 都是神色奏变 这突然开口之人 赫然便是邵阳 而邵阳话音落下的瞬间 脚步便是微微移动 站在了唐欢身侧 唐欢略感压抑 据他观察 这老家伙硬是明哲保身的性子 现在居然会为自己出头 不过 转念一想 唐欢便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邵阳显然是舍不得放弃 拥有圣皆神兵的机会 他和袁凌峰等人不同 曾经看到过自己那幅 承载洞府空间的万见天图 知道自己绝不可能真的被杀 再加上由耿许和仇锐 这两个话虚久转的强者现身 他这个时候站出来 不会自身不会有任何危险 反倒能够赢得自己的好感 这算盘 的确打得不错 当然 唐欢并不会在意 不管邵阳是怎么想的 他站到了自己这边 的确是令己方的实力增加不少 邵阳 你竟要与我等为敌 向葱金木交加 这位小兄弟既是受我邀请而来 我便要对他的安全负责 原兄 如今入口通道已开 你们不敢激也就罢了 却反倒要对小兄弟下手 我岂能坐视不理 邵阳沉着脸 义正言辞的道 好 好 原林峰文言 不由得面色铁青 双目盯着邵阳 怒不可恶地低吼道 邵阳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陪着这小子一起死吧 诸位 我们一起上 把他们干掉之后 赶紧进入那乾坤道界 喂喂 你们这般喊打喊杀 有问过我的意见吗 可就在原林峰和向葱等人 要扑向唐欢他们之时 一个清脆如黄鹰提名的声音末地 钻入了众人耳中 第1163章吃我一棍 声音不大 却仿佛直接在耳内响起 让人完全分辨不出其来自何处 什么人 原林峰和向葱等人心头咯噔一跳 条件反射班地转眼扫视起来 他们一直都在观察周围的动静 始终不曾发现附近有人出现 如今 依然不见有身影靠近 那女生又是从何而来 不仅他们如此 唐欢和邵阳等人也是有些惊疑不定 瞬息过后 唐欢却似想到了什么 猛的回头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 竟是两颗如夜间星辰般黑亮的眼眸 虎四 竟已苏醒过来了 是你 袁凌峰等人显然也已察觉 一道道目光落在了唐欢背着的虎四身上 眼神都有些阴晴不定 当然是我 虎四眯着眼睛 轻轻一笑 全集 唐欢便感觉身上一清 却是绑扶着背后那具郊区的布袋已全部崩碎 虎四轻盈地飘落在地 见过虎四大人 唐欢连忙拱手为礼 不必多礼 虎四笑夜如花地摆了摆白嫩的御手 而后再垫起脚尖在唐欢肩膀上拍了拍 小家伙 多谢你了 真是没想到 我等身边居然还藏着一个高手 不等唐欢再次开口 袁凌峰便面色阴沉地冷笑了起来 原本他和向聪等人都没有将唐欢背着的那个昏睡不醒的女子放在眼里 可现在 他却发现大家似乎都看走眼了 那名叫虎四的女子极为年轻 看起来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 但这显然只是表象 十六七岁的少女 根本不可能进入通天古狱 可怪异的是 袁凌峰竟是完全看不出虎四的真实年龄 不仅如此 虎四的气息也是极为怪异 让他有些捉摸不透 很难判断出他的真正修为 但有一点 他可以确定 这虎四必是高手无益 不过 袁凌峰并没怎么将他放在眼里 这通天古狱有哪些厉害人物 他料若执掌 这个叫虎四的女子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想来最多也就如少阳 耿许和愁睿一般 是话虚九转的修为 这样的修士 他一个可以抗衡五六个 真是可惜了 像葱也已回过神来 妄想虎四的眼神中有着怜悯和信念之意 你若一直昏睡不醒 说不定还能保住一条小命 现在麻 就只能陪他们一起死了 到了九泉之下 可别怪我们辣手催花 比这个小东西 口气倒是不小 虎四打亮了像葱一眼 大咧咧的道 既然如此 那就你先来吃我一棍 画音落下的瞬间 黑白荧光一闪 虎四掌中便已多出了一条长棍 结白如玉的棍身之上 竟是缠绕着一条黑龙 盘龙柱 唐欢欣头一跳 低呼出声 虎四取出来的武器 其形貌与那盘龙柱一模一样 只是缩小了无数倍 不仅如此 这长棍透溢而出的气息 也和那盘龙柱完全一致 转你间 唐欢已是完全可以确定 这必是盘龙柱无遗 而且看虎四刚才将他召唤出来的动作 盘龙柱绝对已和他丹田相容 就如他的绝阳赤灵剑 九阳神炉和万剑天徒一般 没想到离开那处空间后 盘龙柱竟已融入到了虎四体内 这一刻 唐欢终于恍然大悟 聂止童所说的盗气 并非指的是他的九阳神炉 而是虎四的盘龙柱 想来他以空盾逃离的瞬间 聂止童目睹了盘龙柱融入虎四体内的画面 错了 他叫盘龙棍 虎四认真地纠正了唐欢一句 盘龙棍 像葱征了一征 也是想到了横根在烽火雷界南部 无数年之久的那根巨柱 惊奇之余 却是有些啼笑皆非 这女子看起来年纪轻轻 可说起话来却是老气横秋 她数百岁的年纪 居然被她叫做小东西 心念间 像葱便是笑了一笑 神色间都出了些许猥亵之意 小丫头 我还是觉得你吃我一棍比较 可话没说完 像葱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笑容将置在了粗犷的面庞之上 像葱两颗眼珠子煞石瞪得如铜铃一般 里面混杂着震害惊恐和难以置信 瞳孔之内 倒映而出的那道黑白棍影 以心神都难以捕捉的速度沉落了下来 呼 虎似竟在像葱话音响起之时 就已将手中盘龙棍朝她当头敲了过去 简简单单的一棍 竟似蕴含着无与伦比的压力 封锁了像葱身躯周围的每一寸空间 似要将她砸成肉饼 让她逃无可逃 亦无可避 这一瞬间 像葱竟是闻到了一股令人近乎绝望的死亡气息 哦 口中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像葱面旁睁得通红 竟疯狂必将体内真元集中于手中金色长刀 向上格挡而去 当 然而 像葱这长刀才刚刚高过头顶 那肠棍便已悍然沉落 激烈的撞击声中 那金色长刀竟以肉眼都难以捕捉的速度爆碎开来 而那肠棍却是势如破竹地轰在了像葱的脑袋之上 砰的一声过后 这位话虚九转巅峰的强者 便化作了一团血雾 而后又被棍中逼散开来的静气搅动 向四面八方翻卷而去 顷刻间 就已再无存在过的痕迹 刹时 这片空间竟是变得死一般沉疾 不但唐欢和邵阳等人单若目击 袁凌峰等人更似要把眼珠子都从筐中瞪出来 脸上满是惊骇欲绝之色 堂堂话虚九转巅峰的强者 竟被这么随意一棍就砸没了 这一刻 袁凌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的修为和实力 都与项葱相当 连项葱都揭不住虎四的一棍 同时话虚九转巅峰的他又岂能例外 可笑他先前还想着将这虎四和邵阳等人一并干掉 这个叫虎四的女子 究竟是什么来历 竟拥有如此害人的实力 古裕之中 何时多了一位这样的强者 被誉为通天古裕最强之人的 无牙老祖和聂止童 与他相比 恐怕也是有所不如吧 袁凌峰脑中瞬间转动着无数念头 灵魂深处涌出了深深的恐惧 第1164张通天塔三层 以 你到底是什么人 尖色地吞咽了一口唾液 袁凌峰终于开口 声音竟是有些发颤 若早知那的来历神秘的恋骑师有这样的帮手 刚才就不该招惹他 他的感应能力的确是强的惊人 可乾坤道界那么大 他也不见得一定就有那么好的运气 能够抢走大家的机缘 如果没有现在这档子是 他和向聪等人早已进入乾坤道界了 哪用像这般战战兢兢 甚至连逃跑都不改 以免再次激怒对面那个叫虎似的少女 令其痛下杀手 弄得自己步入向聪后尘 这一刻 不仅是袁凌峰毁清了肠子 他那三名同伴也是后悔莫迭 相较于他们 邵阳在极度的震惊过后 心头却是庆幸不已 初时 他和向聪一样 虽也认出了他手中那条盘龙棍的来历 却也没将他放在心上 可没想到刹那过后 他对虎似的认知就已彻底颠覆 这位看起来不怎样的美丽女子 竟是实力滔天之辈 原本邵阳是愁愁了好一回儿 才决定与袁凌峰等人翻脸 现在 他却感觉自己刚才的选择实在是太明智了 如果没有站在唐欢这边 现在他肯定如袁凌峰他们一般骑虎南下 金黄交加 我自然是要你命的人 虎似咪着眼睛笑了起来 手中盘龙棍静止朝袁凌峰当头砸落下去 你这小东西太嚣张了 也吃我一棍 前辈 别杀我 爷 袁凌峰没想到虎似说出手就出手 惊得魂飞魄散 口中哀求出声的同时 浓浓的血色气息已从躯体间暴散开来的同时 一小团白影从丹田部位窜了出来 以惊人的速度向袁楚垫射而去 这便是袁凌峰的那颗虚灵 却灵顿法 像葱的遭遇 让袁凌峰明白 硬抗 必死无疑 直接逃跑 肯定也难逃以从虎似的盘龙棍下逃脱 施斩血灵顿法 倒是还有一线生机 至于只剩虚灵之后能否在烽火雷界存活下去 他已经顾不得那么了 当务之急是保住性命 正当这时 那正飞速沉落的盘龙棍中 竟有高亢的龙吟之声激荡而起 继而 那缠绕在雪白棍身上的黑龙好似化作了拥有生命的灵雾 紧接着 一道旁硕的黑色龙影便盘旋着窜了出去 巨龙嘴巴一张 便将整极速逃逸的那颗虚灵吞了进去 而后躯体极速收缩 重新盘绕在了雪白长棍之上 虎似的盘龙棍瞬即便已恢复原状 而化虚九转巅峰的元凌峰却已只剩一团血雾 则 这样的小伎俩也敢拿出来 瞥了瞥小嘴 虎似收中长棍轻轻一扫 便将团血雾卷散 他的两道目光随后落在了另外那三名化虚九转的强者身上 快逃 三人完全被喝少了 碰触到虎似的目光之后 才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惊慌失措地开始逃窜 却已是神魂济颤 面色苍白如指 恨不得能常被翅膀出来 以最快的速度远离那的可怕的女子 虎似皱了皱精致的鼻子 身影树地从原地消失 噔 噔 噔 暴鸣之声接连显现 分散开来的三道身影相继化作血雾 而后被静气搅散 当虎似的身影重新回到原楚时 甚至连一个呼吸的时间都还没有过去 周围虚空却在无那三名画虚九转强者存在的痕迹 小家伙 感觉如何 虎似兼扛盘龙棍 走到了唐欢身前 虎似大人 你可真是 厉害 唐欢长欲口气 由中帝赞叹起来 此前 他还有些担心虎似不是袁凌峰等人的对手 甚至按令耿许和仇锐两人做好援手的准备 毕竟虎似被封印了两千年 就算是拥有到气盘龙棍 也不见得能与画虚九转巅峰的强者抗衡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却令他大跌眼镜 先是向葱 接着是袁凌峰 而后是另外三人 五位画虚九转的强者 竟被他一棍一个给干掉了 原本唐欢是打算让邵阳 耿许和仇锐三人与袁凌峰 向葱他们缠斗一阵 已拖延时间 只要附近的那些画虚修饰赶了过来 袁凌峰等人必定会选择先进入乾坤道界 而不是继续杀他 却不料虎似一出手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哈哈 我也是这么觉得 虎似哈哈大笑 一双眼眸都眯成了月牙耳 道 小家伙 走 我们先去那乾坤道界转转 一醒来 就遇到乾坤道界开启这等万年难遇的机缘 这可全都是脱了你这小家伙的福 也不管唐欢答应不大答应 虎似就拉着唐欢冲向那拱门 片刻过后 两人便已没了踪影 邵阳 耿许和仇锐如梦初醒 相视一眼后 连忙跟上 通天塔三层 乾坤道界之内 唐欢最先看到的依然是一座高台和一道拱门 可高台周围的状况 唐欢却是有些看不明白了 全双雪界是无边无际的冰层和漫天双花 风火雷界是成员环状分布的雷玉 火玉和风玉 以及最外层的云雾 这乾坤道界 居然是白萌萌的一片混沌 不知有多宽广 也不知有怎样的凶险 这就是所谓的乾坤道界 虎似颇为诧异 或许 进去之后 也有乾坤 唐欢有些不确定的道 双脚落地之后 他便暗暗探查过 却是什么都感应不出来 仿佛周围没有存在任何物事 不但唐欢和虎似疑惑不解 随后进来的邵阳 耿许和愁睿三人见状 也是面面相许 满头雾水 他们也都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此之前 诸神大世界没有任何修士 进入过通天塔三层 大家对这层空间一无所知 便连通天塔三层存在着乾坤道珠 这种医保的消息 也只是古石流传下来 不曾有人见过 片刻过后 唐欢不由得的道 虎似大人 我们是进去试试 还是当然要试试 来都来了 岂能空手而返 虎似笑盈盈的道 小家伙 你就跟在我身边 万一出现什么状况 也能有所照应 现在 做好准备 第1165张千人奇句 乾坤始动 唐欢文言 丹田之内 九阳神炉和虚灵都已开始飞速运转 真元彻底调动了起来 灵魂深处 那空灵佛香也已催动 此刻 不管是真元 还是感应能力 唐欢都已提升到了顶点 这乾坤道界之内的一切 都是未知的 唐欢虚的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们走 也不理会身后的邵阳 耿许和仇睿三人 虎似抓住唐欢 越出高台 进入了那片白萌萌的混沌之中 邵阳犹豫了一下 也跟着冲了出去 提表却是覆盖了一层真元护照 耿许和仇睿也是如法炮制 紧随其后 这处高空一下就变得空空荡荡 然而 只过去了短短一两个呼吸的功夫 两道身影便从混沌之中导射而出 飘落在了高台之上 正是唐欢和虎似 全集 邵阳 耿许和仇睿三人也相继回到了高台 怎么回事 我们又回来了 这真是乾坤道界 几人交换着眼神 都是倍感惊奇 唐欢眉头紧皱 大惑不解 进入那片混沌的瞬间 唐欢便感受到了一股吃力 越来越强大 不但他扛不住 竟连虎似也难以抗衡 被推剧的连连倒退 只过了片刻 就已回到了这座高台 咦 诸位快看 邵阳树的低呼一声 抬手指向地面 众人凝目望去 这才意识到这高台之内 竟是蕴含着无数细腻的纹路 那些纹路纵横交织 似凝聚出了几个巨大的字圆 千人 齐聚 乾坤 使动 唐欢仔细辨认 很快便念叨出了这几个字圆 颇为压抑的道 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说 要有一千人汇聚到这里之后 乾坤道界才会真正的开启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等吧 虎似点点头 盘腿端坐了下来 而后 两道目光便落在了唐欢身上 一缕真元直接将清脆的声音送入唐欢耳中 小家伙 你没有虎族血脉 应是虎族外姓子弟 你是如何知道我被困在通天塔的 在那盘龙棍的龙腹空间内待了漫长岁月 他心底有着无数疑惑 如今正好向唐欢探听一下 虎似大人可还记得虎灿老祖 唐欢在虎似对面盘腿而坐 也是催动真元 直接将声音融入其耳中 我当然记得虎似笑了起来 眼中闪过一抹追忆之色 虎灿那小子 居然也被称作老祖了 这么看来 我在这里面起码被困了千年了 这么多年过去 以那小子的天资 应当早已引动天路 登天而去了 虎似大人其实被困了两千年 而虎灿老祖 唐欢话音为顿 神色有些黯然 两千年 这么久 虎似带眉为咒 玄机便察觉到唐欢神情有益 不由得面色为变 小家伙 虎灿那小子怎么了 虎灿老祖并未登天而去 近十年前 他便已不在人世 什么 发现唐欢和虎似在秘密交谈 耿计和仇锐便自顾自的在高台之上坐了下来 邵阳也是如此 只是目光却是时不时地贴了过去 很快便发现虎似的脸色竟变得越来越难看 似在极力地压抑着心底的悲哀 这让邵阳心中大喜 到底是什么事情 竟能令得如他这样的爵士强者 出现如此巨大的情绪波动 不过 好奇归好奇 邵阳却不敢窥探 也不敢再多看 惹怒了虎似 可没什么好果子吃 呼 屈空为洞 很快便有两道身影从拱门之内闪烁而出 那居然是一对双胞胎老者 形貌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都穿着一席灰褐色衣袍 从躯体间透溢而出的气息也都是话虚巴转的地步 看到盘坐于地的唐欢等五人后 两人都是愣了一愣 疑惑地相视一眼 两人迫不及待地冲出了高台 没一会 两人便如唐欢等人一般 重新回到了高台之上 恍然之余 两人脸上疑惑之色更浓 其中一人嘴唇围动 似想询问 可话还没出口 又有细微的破空声接连响起 那拱门处 随即便有八道身影闪现而出 各个气息强横 竟都是话虚久转的强者 都坐在这里发呆 而不是抓紧时间去找乾坤盗珠 真是一般傻货 也如那对双胞胎老者一般 看到这高台之上的状况后 八人都是颇为诧异 瞬即 一个粗豪的嗓音便响了起来 说话的是个魔族诗人 虚体异常魁梧 目光扫过众人后 便肆意地大笑出声 诗缘 你若不想死得太快 最好是口中积点的 邵阳闻言 忍不住冷恒一声 这魔族诗人也是常混风火雷界的 话需修士 实力和元凌峰 像葱差不多是一个级别 甚至还有可能要强那么一点点 在这通天谷欲 除了段无涯和聂止童 没有哪个人能吻胜于他 强横的实力 让他行事向来都是颇为嚣张 说话更是肆无忌惮 有喝 这不是邵阳吗 诗缘仿佛才发现邵阳一般 欣悦地笑了起来 老子的一个手下败将 居然也敢叫老子口中积德 老子就算口中不积德 你又能怎样 有能耐就来把老子干掉吧 老子早就活得不耐烦了 说到最后 诗缘已是惊不住哈哈大笑 周围数名同来的话须强者 也是笑了起来 看向邵阳的眼神中满是计较之意 以邵阳勃然大怒 肆意谈身而起 可以想到对方的实力 又强意地做了回去 面旁却是仗得通红 他的实力 也是极为强悍 一般的话须九转巅峰强者 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能吻胜于他的没几个 不过 这个诗缘却恰恰 那是其中之一 真是农包 诗缘不屑地撇了撇少阳 又扫过唐欢等人 而后大手一挥 诸位 我们走 别围这群傻货 担搁太长时间了 既然你已活得不耐烦 那就不必走了 正好把命给我留在这 就在这时 一个焦脆的声音树地响起 第1166章你也可以死了 嗯 诗缘一愣 两只同龄般的眼珠子 瞪向虎四 旋即便是咧着嘴巴怪声 笑了起来 老子才发现 居然是个这么漂亮的小娘 皮 等老子把乾坤倒珠搞到手 再来陪你这个小娘 皮好好玩玩 听到他这番话 邵阳 耿许和仇睿都是呆住了 那虎四 可是连袁凌峰和象聪 都能轻松干掉的顶级强者 这诗缘居然敢调戏他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们自然不可能去提醒诗缘 片刻过后 三人脸色就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尤其邵阳 更是有些幸灾乐祸 不远处 唐欢看向诗缘的眼神中 也是有着嘲弄之意 如今正是虎四心情极度不好的时候 这诗缘竟然如此色胆包天 恐怕是逃脱不了虎四的一棍了 师兄倒是好兴致 与诗缘一同进来的一名矮壮的中年男子 此刻却是忍不住打去道 这小娘皮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 可实际上说不定比我们都还要大个几百岁 老子胃口向来都好得很 别说只大个几百岁 就算大个一两千岁 老子也诗缘纵声狂笑 可话没说完 他的声音便是戛然而止 眼珠子里不由自主地浮起了惊异之色 刚才还盘坐于地的虎四竟异常突兀地来到了身前 以他话虚久转巅峰的实力 居然没有捕捉到虎四的轨迹 这一瞬间 诗缘立刻意识到 这个看起来年纪轻轻的白衣少女 有着超乎自己意料的强大实力 呼 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诗缘手臂围抬 掌中那根粗瘦的狼牙棒倒了出去 力小声中 竟死凭空掀起了可怕的风暴 不过 他依然不觉得对方能与自己抗衡 出手的瞬间 瞳孔中已是不自尽地流露出了凝乐之意 本打算找到乾坤盗珠之后 再陪着小娘皮玩玩 既然他这么急着找死 那就只能成全他了 可刹那过后 诗缘眼神中的凝乐 就已被惊骇所替代 哼 黑白两色荧光 刚从视线中掠过 诗缘便觉如遭重疾 紧接着 他手中的狼牙棒 就似撞在了坚硬石头上的鸡蛋 轰然暴碎开来 刚刚凝聚而成的风暴瞬间烟消云散 一条颇为眼熟的缠绕着黑龙的雪白长棍长驱直入 顷刻间便在瞳孔中扩张到了极致 这 诗缘垂下了脑袋 双目瞪的溜圆 嘴巴大张的能晒下几颗拳头 这时 他腹部已被那条长棍完全冻穿 长棍的模样愈发清晰的在眼前展现了出来 这一刻 他终于想起为何会觉得这长棍眼熟 因为他似及了自己曾经在烽火雷界南部见过的那根盘笼柱 虽然两者的大小差距悬殊 可模样却完全一致 长棍中隐隐透溢而出的气息 更是让他确信 那长棍便是盘笼柱 这女人究竟是谁 竟能以盘笼柱做武器 诗缘眼神终于满是惊骇和绝望 因为他已经发现 自己不但腹部被长棍洞穿 丹田中的那颗虚鳞也在快速崩碎 我要死了 诗缘难以置信地念刀出生 他可不是一般的话虚九转巅峰强者 在这通天古域之内 除了聂指童和段无涯那两个可怕的老怪物之外 他横行无际 从来不惧任何对手 可如今 居然连这女人的一棍都抵挡不住 李不是活得不耐烦麻 死了 正好一场所愿 冷笑之声钻入耳中 诗缘心底突然涌现出强烈的不甘 嘴巴动了动 然而 什么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 他意识就已彻底泯灭 却是虎四手中长棍微微移动 其躯体便已爆成了一团血雾 唐欢 邵阳等人早已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而那对双胞胎老者 以及矮壮中年等人 乍然瞧见这幕画面 却是瞠目结舌 只觉心脏都漏跳了两拍 看向虎四时 就似见鬼了一般 眼神中满是难以掩饰的震撼和骇然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你也可以死了 虎四小嘴一瞥 盘龙棍敲向那矮壮中年 饶命 瞧见那呼啸而来的黑白棍影 矮壮中年喝得惊骇欲绝 立刻哀声求饶 可惜的是 话音还没落下 那盘龙棍就已落在其头上 碰得一声过后 血雾弥漫 矮壮中年已是步入了诗缘后尘 虎四手中长棍指向另外六人 那六位话虚九转强者 脸上再也见不到先前的张狂之色 一个个抖抖锁锁 战战兢兢 甚至已有两人扑通跪地 能修炼到这等地步 不但天资过人 心性也必然十分坚毅 他们也很想表现得硬气一点 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 他们还是难以做到是死亡如无物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修炼的时间越长 便越是习命 一群废物 滚 虎四目光一转 兴致索然地低喝出声 是 是 多谢前辈饶命之恩 短暂的争论过后 六人纷纷惊醒 都是如逢大赦 欣喜若狂 纷纷冲向高台之外的那片混沌 我说的是那里 虎四鼻中冷横 长棍一直拱门 返回烽火雷界 便意味着这乾坤道界的任何机缘 都与他们无关了 六人虽是极度不舍 却也不敢有丝毫停留 当务之急 还是远离那个女人为妙 六人近乎同时掉转头来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那道拱门 弹指尖便没了踪影 这高台之上 顿时又恢复了平静 虎四回到原处 再次盘腿而坐 心情肆意好转了不少 那对双胞胎老者也已发现了 无数纹路凝聚而成的千人齐聚 乾坤使动八字 不敢再多问 都捏手捏脚地走到高台边缘 静静地盘坐了下来 随即 唐欢便将空间飞行器的英语三人放了出来 还有洞府之内的鸡海天等修为比较高的化虚强者 唐欢也全部转移到了这座高台 甚至连九龄也换了出来 要凑足一千人 乾坤道界才能真正开启 他们正好可以多占几个位置 说不定也能获得一份机缘 时间飞逝 这高台之上的修士越来越多 初时还有人不断地进入混沌之中尝试 可越到后面 尝试之人便越少 千人齐聚 乾坤使动八字已是在所有化虚修士之间广为流传 第1167章道音 一 才六百多人 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吧 在此之前 从未有人进入过乾坤道界 这里面真的有乾坤道珠 不知乾坤道界真正开启后 会是什么模样 则则 一千人 不知最后有几人能够获得乾坤道珠 高台之上 各种嘀咕之声不识地在人群间响起 众人神色间有些期待 又有些焦虑 毕竟那种叫乾坤道珠的异宝 是否真的存在 还是未知之术 就算存在 也不可能人人都有份 呼 拱门楚 又是一道身影闪烁而出 竟是面容秀美 身段恶魔的紫衣女子 几乎是刚一现身 从其躯体间透溢而出的那股令人直欲窒息的气息 便已飞快地席卷了整个高台 这片原本略显嘈杂的空间 立刻就变得鸦雀无声 不少人脑中几乎条件反射班地闪过一个名字 列芷彤 在这通天古域之内 气息如此可不得女修士 除了列芷彤外 还能有谁 她果然也来到了这里 这倒也正常 她和段乌鸦在这古域撑了千多年 围的便是乾坤道珠 如今 乾坤道界的入口通道终于开启 她岂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她来了 估计段乌鸦也快来了 众人念头急转 不管是认出了她还是没有认出她的修士 都不敢再吭声 这女人据说性情颇为孤僻且暴力 若是一个不好处了她的眉头 结局恐怕会非常的悲惨 还是先保持安静为妙 这个老怪物 还真来了 高台边缘 众星捧月班辈少阳 耿许等人围绕在中间的唐欢 则是经不住神色围动 心中却并不觉得意外 在那拱门入口出现时 唐欢就已猜到 聂止童肯定也会进入通天塔三层 发现在聚齐千人之前 只能待在这高台时 她更是预感到 自己很可能会和聂止童再次遭遇 不过 她并不担心 且不说虎四已经苏醒 就算虎四不在 她也可以避入幻见天府 聂止童实力虽强 却也不可能损毁得了承载洞府的万见天图 只要撑到乾坤道界真正开启 她也就顾不上他了 唐欢转念之间 聂止童两道目光也在人群中扫视起来 似在搜寻神嘛 片刻过后 四目便已相对 唐欢呲牙一笑 聂止童的眼神则瞬即变得凌厉如刀 口中冷笑出声 小混蛋 你果然在这 给我 身躯一栋 聂止童和唐欢相距便已不足十米 却骤然停住脚步 话音也是戛然而止 两道目光随即落在了盘 座于唐欢对面的虎四身上 聂止童已试认了出来 这个白衣少女便是唐欢 从盘龙柱内部空间带出来的那个人 到其盘龙柱最终也是融入到了她的体内 追逐唐欢的那段时间 她一直都是沉睡不醒 现今 她虽是依旧眼睛闭合 但显然已经苏醒了过来 聂止童同样判断不出这女子的真实年龄 但其躯体间透溢而出的气息 却让她神色凛然 那气息若有若无 虚无缥缈 极为怪异 让人捉摸不定 这样的气息 她曾经在一个人身上感受过 那已是千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 她才刚进入古域不久 一次偶然的机会遭遇过一个已在古域 待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的超级强者 因为同出异宗的缘故 也曾受其点拨 因而知道了些许秘星 据说 在度过天节之后 化虚修士的虚灵会重新凝为实体 化作道阴 但也有极少数修为超觉之辈 在天节降临之前 便可凝聚道阴 她所遇到的那位超级强者 便是如此 凝聚天阴的关键 便是道之法则 千多年来 那位超级强者早已登天而去 聂止童潜心苦修 如今才刚刚触摸到凝聚道阴的边缘 可若是从气息来判断的话 眼前这白衣少女 很可能比她更近一步 倒应完全凝聚成形 若真如此 其实力必定极为强横 她也不见得是对手 转念间 聂止童心底不自尽地生出了一丝忌惮之意 脸色也是变得有些阴晴不定 几乎是一字一顿地盯着虎四道 你是谁 真是幼稚 这样的问题都能问得出来 我当然是我 虎四眉稍微抬 邪腻了聂止童一眼 四有些计竅 这么几天过去 她的心绪已经完全平复了下来 没有人来找麻烦 她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把别人干掉 可若是有人居心不良 她也不会心辞手软 便如这聂止童 她一眼便认了出来 被唐欢背着的时候 她虽是昏迷不醒 可实际上是正沉浸于一种奇妙的意境当中 对于外界的一切动静都撂弱指掌 自然也知道聂止童一直想要杀了唐欢 想夺自己体内的盘龙棍 没有一见面就对聂止童出手 这已经算很好了 自然不可能对她有什么好脸色 以聂止童大怒 眉宇间杀意蹦现 以什么你 虎似双目为咪 轻轻磨缩着横在双腿之上的盘龙棍 连道音都还没有成形 那就给我老实一点 若是再敢在我面前蹦塌 我不介意教教你该怎么做人 只是那代价 希望你能承受得住 听到虎似这话 高抬之上 顿时一片哗然 列指童乃是这古域之内 唯一能和段无涯相媲美的绝顶强者 虽修为也还停留在话虚九转巅峰的地步 可一般的话虚九转巅峰强者 在她手下 恐怕连一招都承受不住 实力之强 由此可见一般 这个白衣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历 竟敢两次三番地这样和聂指童说话 她就不怕 聂指童大怒之下 将她彻底击杀 这聂指童可不是好说话的人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更让众人惊得眼珠子都似要从筐中瞪了出来 被那白衣女子如此训斥 聂指童虽是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可不但没有当场发作 反而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 前辈教训的是 晚辈这就告退 第1168章 道英 2 叶指童果然退了 再听对方说出道英两次 他就知道 对方绝对已经道英完全成形 这个名称 整个诸神大世界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修为不达到一定的地步 根本就理解不了 那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一个已经拥有了道英 一个才刚刚开始凝聚道英 这实力的强弱 已是一目了然 若是拼死一搏的话 他或许能够伤到对方 但也仅此而已 而他自己却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个时候 聂指童只要不傻 就该知道如何选择 对方不计较他之前的追杀 他就该偷笑了 周围众人不知其中缘故 都是瞠目结舌 哪怕是邵阳等最初 进入的通天塔三层的那些修士 也是难言眼中惊诧 他们都见识过 诗员等人是如何被虎四轻松干掉的 也猜到了聂指童很可能不是虎四对手 却没想到 在遭遇虎四之后 聂指童的表现 竟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不堪 就跟老鼠见了猫一般 片刻过后 聂指童便已在众多惊恶莫名的目光注视下 直接到拱门后面盘坐了下来 众人恍然回神 各种疑问浮上心头 聂指童和那的白衣女子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被其如此训斥 都只能忍气吞声 那白衣女子口中的道英 究竟是何物 还有 聂指童和那个才华虚无转修为的年轻男子 到底有什么仇怨 居然一见面就要动手 他和那白衣女子又是什么关系 虎四大人 什么是道英 众人一问重重 唐欢兄中也是一斗横生 忍不住开口问道 却是凝聚真元 直接将声音融入了虎四耳内 虚灵话虚为实 便是道英 虎四微微一笑道 到了话虚九转巅峰之后 只要能够彻底悟透一种道之法则 便又能获取足够多的道之法则力量 便有机会在天节降临之前 凝聚出道英 否则就只能等天节之后了 话英为顿 虎四又颇为感慨的道 我被困两千余年 虽失去了自由 却也收获巨大 便如这盘龙棍和道英 封印我的 便是这盘龙棍的气灵 这两千年来 气灵一直想要对我进行夺舍 可惜始终没能成功 而我在和棍林抗衡的过程中 不但领悟了道之法则 更不断汲取盘龙棍内部空间中的道之法则力量 逐渐凝聚出了道英 这才反客为主 成了这盘龙棍的主人 小家伙 你将我救出时 我正处在凝聚道英的关键时刻 而这通天塔三层入口开启之时 道英正好彻底凝聚成形 看来就算没有我帮忙 虎四大人也很快就能脱困了 唐欢恍然汗手 他见到虎四时 萦绕在他身判的封印之力只剩最后一点点 而那个时候 他应该已经算得上是盘龙柱的主人 一旦他完全凝聚出道英 估计马上便可脱困而出 小家伙 你错了 虎四笑道 若是没有你将我救出来 而且一直待在身边 我起码还得百年时间 才可到英成形 脱困而出 这是为何 唐欢颇为不解 虎四眉宇间泛起了微微的笑意 当年刚被盘龙棍麒困住时 为了不被马上夺舍 我曾给自己施展了一种灵魂秘术 让灵魂和躯体始终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意境之中 虽能感应到周围一切动静 但就是醒不过来 就算到英凝聚成形 也需得漫长的时间才可逐渐恢复 不过 你开启这通天塔三层入口 那拱门显露之际 爆发出来的庞大力量和强大气息 却让我身躯和灵魂同时受到激烈的震荡 两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融为一体 这才立刻苏醒 原来如此 唐欢一听 也是经不住笑了起来 这可真是阴差阳错 也幸好如此 不然的话 唐欢将来从这通天谷域出去之后 还必须安排专门的人手来看护虎四 小家伙 你现在也不用想太多 虎四目驻唐欢 缓缓到 凝聚到阴 不到要有话需久转巅峰的修为 有时还得看机缘 日后从通天塔三层出去 你可以多收集一些风精 火精 雷精和冰精 将来若机缘来了 他们也可派得上用场 我明白了 时间点点滴滴滴是去 只是过了约莫半天时间 又是一道异常可怖的气息笼罩了这座高台 那个是双眉耗法的轻衣老者 面庞上布满了层层叠叠的皱纹 看起来便如同一块风干了的老树皮 乌鸦老祖 几乎是他刚一出现 便有不少话需强者站起来攻身失礼 段乌鸦 唐欢目光从轻衣老者身上掠过 只掠做感应 唐欢眼中便闪过些许异色 继而便是恍悟地轻衣汗手 段乌鸦不仅形貌苍老 浑身上下 更有股浓浓的木气 这便意味着 他大陷将至 话需强者 还远没有到超脱生死的地步 只是比普通人活得更为久远而已 便如这段乌鸦 他若不登天 最多三年 就会老死 这老家伙显然不甘就这么登天 也不打算真的老迈而亡 他令人在通天塔二层的入口通道处 收取冰鸦 显然是想用那些冰鸦来延寿 大冰鸦不但蕴含浓郁的道之法则力量 而且生机棒驳 的确能起到这样的效果 先充众人为一汉手 又朝聂子童所在之处看了一眼 段乌鸦皱了皱眉 玄机直接就在拱门附近坐下 微微合起了眼睛 没一会 他便似有所感 看了看唐欢和虎四 眼底似有疑惑之色闪落而出 然而只过了片刻 段乌鸦便悚然一惊 连忙收回了目光 想来是有人悄悄的给他传递了什么消息 继段乌鸦之后 又有六人近乎同时出现 正是与诗远等人同时进来 最终被虎四喝得仓皇而逃的那六人 他们估计是还不知乾坤道借要齐聚千人才可开启 显然是觉得过去了这么久 虎四等人应该已经离开了高台 这才再次进来 一看到这里面的状况 他们就全都蒙住了 随后瞥见虎四的身影之时 更是险些喝晕了过去 连一个呼吸的时间都不到 他们就以最快的速度重新冲入拱门之内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众人见状 都有些莫名其妙 唐欢也察觉到了那几个家伙的动静 只是笑了一笑 便没再放在心上 不知不觉间 又是数天过去 当两名话虚八转的魔族因人连位而入时 这高台之上聚集的话虚修饰已是达到了999人 第1169章五行之节 台差一人 人数终于差不多够了 诸位做好准备 众人早就在计算数目 如今只差一人 便可凑足千人 众人都是精神大振 心头蠢蠢欲动 嗡 可就这时 鸡月的颤鸣声突然从高台深处激荡而起 竟如雷霆霹雳一般惊天动地 似能将耳膜都给撕裂 紧接着 高台中央 那道拱门便开始快速散化 只不过一两个呼吸的功夫 便已不复存在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众人都是吃了一惊 怎么回事 不是说千人齐聚 乾坤使动麻 现在才999个人 乾坤道界就要出现了 已经千人了 不会是我们述错了吧 怎么可能 一两人数错也就罢了 还能人人都数错 那道拱门已经消失 莫非从现在开始 外面的人暂时都进不来了 里面的人也都不出去了 众人满脸惊异 低呼连连 只有邵阳等极少数修士隐约猜到 乾坤道界之所以不足千人就出现 应当是江唐欢的那只九彩小鸟也算了进去 众人很快就已顾不得这个 他们的注意力已似乎完全被接下来的动静吸引了过去 嗡 颤鸣之声持续不断 既拱门消失之后 狂硕的高台也开始沉降 近乎同时 那般萌萌的气息已是如惊涛骇浪一般从四面八方翻涌而来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上空就已被一片混沌遮蔽 不知不觉间 脚下高台也已消散 众人似踩踏在云雾之上 又不知过了多久 那震耳欲聋的颤鸣终于消失 仿佛天地初开 灼气下沉 名为大地 星系上浮 化作苍穹 一时间 众人世界也是变得清晰起来 周围虽然还是白萌萌的一片 却已变得宽广了许多 起码有方圆数十里大小 地面平坦辽阔 没有山川河流 也没有虫与鸟兽 花草树木 天地间一片沉寂 然而 这里的沉寂很快就被此起彼伏的惊呼声打破 好浓郁的天地之力和道之法则力量 在这地方修炼 老子估计很快便可踏入话虚巴转 这就是乾坤道界 也太小了吧 听着周围众人的声音 唐欢也是为这里的天地之力和道之法则力量而暗赞不已 刹那过后 唐欢隐有所改 猛然抬头望去 苍穹之上 一团白色静如流云飞铺般倾泻而下 速度快得惊人 紧接着 无比磅驳浩瀚的气息便已咆哮而下 充色虚空 刹时 众人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 一个对仰头观望 眼眸之中的震惊之色静是变得越来越浓 天路 几声惊呼近呼同时响起 唐欢眉头为皱 虎似脸露亚弈 而聂指瞳和段无牙的脸色却是变得极为难看 他们并不畏惧伴随着天路而来的天劫 只是乾坤道珠尚未到手 天路却突然降临 这也未免太造化弄人了 嘎唧 九龄从唐欢胸口钻出了一颗小脑袋 压抑地望着高空 而周围人群之中 不少话虚修事都是脸露慌张之意 诸位别慌 这不是真正的天路 弹指过后 段无牙苍近的喝叫之声陡然响起 其脸色已然好转 叶指瞳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 紧绷的面庞松弛了下来 众人闻言一愣 瞬即便是镇定下来 他们已是发现 高空之上的天路 大的惊人 近乎将这片方圆数十里的空间 完全笼罩在内 古往经来无数年 如此旁硕的天路还从未出现过 就算是即将度节的修事实力再强 天路也不可能大到如此地步 只不过一两个呼吸 天路便已完全降临 将九龄以及唐欢等修事进阶笼罩在内 通龙 天路轻颤 无比恐怖的力量顿时凭空衍生 随即 整片空间便开始扭曲波动起来 刹那过后 所有修事都感觉自己被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包裹住了 而后快速挪移 甚至连唐欢胸口的九龄也被那股力量扯了出去 而后距唐欢越来越远 没过多久 空间便已恢复平静 唐欢转眼望去 便发现一千生灵已是平均分布到了方圆数十里空间之内 原本就在身判的虎寺 九龄 少阳 耿许 及海天等人已全部远离 相距最近的 反倒是聂止同相距极近 就在百米之外 九龄的存在已被不少修事留意到 这时 众人才发现 之所以还不足千人 便已出现了一连串的动静 竟是因为那九彩之鸟占据了一个名额 虽有些好奇它是如何出现的 可众人的注意力很快便是再次转移 冥冥之中 所有人灵魂深处净都响起了一个声音 五行之节降临 生死各安天命 入乾坤道界 前十者 可得乾坤道珠一颗 五行之节 难道要同时经历金节 木节 水节 火节 土节 生死各安天命 在这里有可能死于天节之下 妈的 这里居然还不是真正的乾坤道界 只有通过五行之节 才可进入乾坤道界 而且也只有前十名 能够获得乾坤道珠 这么输来 第十名之后的修士 岂不都是百忙一场 众人心头杂念分成 神色各异 或是期待 或是忐忑 或振奋 或后悔 信心十足 或坠坠不安 不一而足 一千生灵里面 只有前十才可获得乾坤道珠 算下来 一百生灵当中 只有一人能获此机缘 众人早就知道乾坤道珠 不可能出现太多 但少到如此地步 还是让众人颇感意外 少数修为较弱之人 胸中已满是悔意 早知通天塔三层是这样的状况 当初就不该进来 若弄到最后 不但入不了乾坤道界 反而小命不保 那可就太不值得了 只可惜 事已至此 再怎么后悔 也是无济于事 如今已在天路之内 没有出口通道 根本就不可能离开 现在只能期望 那天劫不会那么可怕 然而 接踵而至的巨大效应 立刻就打破了不少修士 心底的最后那丝幻想 呼 苍穹之上 已是一片烟红 狂暴而炽热的气息 疯狂地倾泻而下 第1170章迎接而上 火劫 最先来的是火劫 老子五行属精的体质啊 不少修士已是惊呼出声 可瞬即 这些声音就被急速逼近的笑音覆盖 那漫空的烟红已是越来越近 片刻过后 一颗颗旁硕的火球便已印入众人眼帘 每颗火球 针对着下方的一个生灵 那狂暴的热议似玉将众人灼烧成灰烬 唐欢很快便发现 千颗火球虽同样大小 却强弱有别 若修为较弱 针对他的火球也更弱 反之亦然 而且 这巨大的天路之内 又似被分割成了一千小天路 身在其中的一千生灵 就算面临的天结再强 也不会干扰到附近的其他化虚修士 周围众人也有所察觉 不少修士都是暗松了口气 可千颗火球铺天盖地地呼啸而至 那卫视却是极其害人 狂说火球的不断逼近 让众人肆欲窒息过去 差不多了 弹指过后 火球已降落至上空二三十米楚 唐欢心欲口气 碧蓝火焰随即升腾而起 覆盖了整个躯体 手中绝阳赤灵剑也是闪现了出来 可顺即便又化作了百列里火枪 而后腾空而起 火红长枪四徐十集地刺了出去 枪诀 瞬即 锋锐的枪头便已正中火球 轰 震耳欲聋的暴鸣声中 火球轰然暴碎 恐怖的热力和进气疯狂爆发 唐欢躯体猛然下沉 体表必然疑惑急剧波动 不断消弥着负压而来的灼热之意 瞬即 唐欢便感受到了一股强猛的阻力 身躯只沉落了两三米 便稳在了空中 离地已有十数米 飞快地转眼望去 在他出枪同时 近乎所有人都已出手 惊天动地的冥想生此起彼伏 不少人如他这般扛过了第一颗火球的轰击 悬浮在了空中 实力最强的虎四竟已在百米高空 聂指童和段无雅的高度也在数十米 但更多的人还停留在地上 这一刻 唐欢突然醒悟 为何同时在这里承受五行之劫 最终却有名次之分 这巨大的天柱之内 所有生灵承受天劫之时 都可不断上升 若能抗助天劫的持续轰击 自然能够越升越高 若是扛不住的话 就只能留在地面了 甚至就算冲到了高空 也会被轰下去 前十这两个字圆从脑中一闪而过 苍穹之上 耀眼的红色再次铺天盖地地倾斜而下 来速更快 激烈的笑音震荡耳膜 唐欢意念为动 躯体便开始急剧膨胀 醒刻间 就以高达百米 浑身上下 似萦绕着浓郁的金色气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 拥有太阳灵体的唐欢施展 战王金深倒是最为合适 强悍无匹的肉躯 让他可以更加轻松地抵抗天结 可周围众多修士 偏见唐欢此刻的变化 却都吃了一惊 尤其是那些战族出身的强者 更是目瞪口呆 那人竟也是我战族子弟 明明才话虚无转的修为 为何战王金深能强横到如此地步 十数米高空处 一名身材魁梧的老者 忍不住惊呼出声 硕大的眼眸之内满 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而且 在这种地方施展神通 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麻 只过了片刻 那魁梧老者又经不住摇了摇头 他乃是战族的一名太上长老 战金刚 修为已达化虚九转巅峰 可即便是他的修为 也不敢施展战王金深 维持这种神通 每时每刻都要消耗大量的真元 就算是他 也承受不住 在这地方 真元一旦耗尽 或者真元恢复的速度 跟不上消耗的速度 将会极度危险 不过 他很快便顾不上唐欢了 第二波火球已是倾泻而至 痴 唐欢收敛了提表火焰 手中百列里火枪再次刺出 施展的却已不再是枪决之事 也不是其他任何枪技 只是普普通通地向上一次 可速度之快 却是达到了害人心神的地步 诸神传承的战绩虽只有武士 却包罗万象 领悟枪决之后 唐欢在枪之一道的造诣已是极为惊人 哪怕随随便便一枪 发挥出来的威势也是不容小觑 火红枪头过楚 虚空都似被洞穿 轰 火球暴碎 吃烈的热意和强猛的劲气 如曝流般混杂着咆哮而下 唐欢的战王金深不但抵抗住了 这股力量的冲击 更是硬抗着那吃热之意冲了上去 片刻过后 唐欢便已在数米高空 呼 第三波火球疯狂降落 轰 呼啸声 暴鸣声 喝叫声 这旁硕的天路之上 各种声音响成一天 有修士越升越高 有修士依然留在地面苦苦之称 不知不觉间 火球从高空降落下来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火球蕴含的威势也是变得越来越猛烈 唐欢迎接而上 据说的躯体发挥出了极大的优势 当第六波火球降临时 唐欢已是离地两千米 隐隐间 有凄厉的惨叫声从下方传来 刚刚轰碎火球的唐欢飞快地垂眼撇去 便见一名在数十米高处的化虚修士 直接被火球砸落在地 只不过一两个呼吸的功夫 就已被灼烧成了灰烬 这是第一个死在天路中的化虚修士 捕捉到这幕画面之后 众多修士都是心神凛然 更是小心谨慎 进入这里的一千生灵 最低都是化虚无转 辛辛苦苦才拥有这样的修为 若是连真正的乾坤道界都没进去 就丢掉了性命 那也太不值了 然而 若没有足够的实力 这天节却不是小心就能应对过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路底端响起的惨叫声竟是越来越多 当地九波火球降临时 死亡的话虚修士已多达数十人 有些人甚至连横都没来得及横一生 就在火球的轰击之下彻底灰飞烟灭 月末三千米高空处 唐欢察觉到下方的状况后 心头也是略有些后悔 早知会是这样的状况 就不将九灵从幻见天府之内放出来了 耿许等傀儡 若是撑不住五行天阶 死了也就死了 九灵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那可就毁之完矣 可是矣至此 后悔也是无用 这天路之中 是生是死 一切都要看那小东西自己的造化了 第1171章画石六转 第九波火球过后 开始火箭如雨 同样是九轮火箭之后 火柱一波一波地从苍穹之上轰落下来 火球火箭火柱 这里天路之中出现的火劫 与山河当初在断剑峰承受的火劫极其相似 不过 与那真正的天阶相比 这里出现的三种火劫在威力上还是有所欠缺 也幸好如此 否则 这里绝大部分修饰连火劫都撑不过 只是这才刚刚开始 火劫只是五行天阶之一 接下来还有四劫 谁也不知道 那四劫是不是会越来越强 砰 风锐枪盲如流星般蹦射而出 撞入第九根从高空砸落下来的粗瘦火柱之内 瞬即 这火柱便如烟花般爆散开来 唐欢高达百米的旁硕 如果躯体只是微微下沉了十数米 便再次以惊人的速度往上冲去 火劫应当已经结束了 唐欢心念电传 旋即便感觉有骨极度浓缩的柔和力量从高空倾泻而下 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那力量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灌注到了体内 与真元飞速融合 只不过弹指间的功夫 唐欢的真元强度便已大幅提升 竟是直接达到了话虚无转巅峰的地步 甚至唐欢已是在丹田虚灵之内 感应到了一层无形避障的存在 度过一种天节 竟还有这样的好处 感受到自身躯体之内的变化 唐欢顿时大为欣喜 他观察了一下周围 虽然众人位置上下有别 但只要撑过了火劫 应该都能获得这样的待遇 北渡过一次五行天节 都能修为大劲的话 就算最终没能获得乾坤道珠 这趟通天塔三层 也是不需此行 然而 唐欢的这点喜意并未维持多久 神色间就多出了些许凝重 苍穹之上 一片耀眼的黄色已然出现 急速沉降 便如飓风坍塌 雄昏而可怕的气息从高空呼啸而来 似能将下方的任何障碍 都碾成鸡粉 势不可挡 让人不自尽地生出一股渺小之感 土节 唐欢继续向上升腾 眼神却是唯唯一凝 从高空轰落下来的近十一颗颗巨石 每颗巨石都似蕴含着万钧之力 怎么回事 通天塔三层的入口通道居然封闭了 真他娘的见鬼了 老子就差那么一步啊 早知道我就不耽搁那么一会了 南部城乾坤道戒队进入里面的人数有限制 哎 可惜了 也不知道这入口通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次开启 峰虎雷界东部 高台之上 人声鼎沸 喧嚣洞天 这里 已是聚集了数十名画区修士 在瞧见东部上空显露的异象之时 所有人都意识到通天塔三层的入口通道已然开启 便似吃了春药一般疯狂赶来 由于相距最远 身在烽火雷界西部的他们肯定要比其他区域的画区修士慢一步 他们都意识到了这点 也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这丝毫消减不了他们进入乾坤道界的热切之意 在他们想来 乾坤道界的广阔程度 肯定不会小于烽火雷界和弦双雪界 其他人就算先进去几天 也不可能攫取所有的机缘 他们这些人哪怕是迟了一些 也仍然有大把机会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通天塔入口通道居然关闭了 看着拱门之内那片平静的虚空 众人便似被都投泼了一盆冷水 穿过拱门 依然在高台之上 他现在已经丧失了作为入口通道的功能 众人或是惊喜 或是懊恼 或是疑惑 或是惋惜 或是愤怒 神色各异 那入口通道 短时间内恐怕是不会再开启了 不管众人是什么样的想法 此刻都只能图换奈何 通龙 苍穹之上 竟有一座座风轮砸落下来 五行天结中的土结 最先出现的便是一颗颗巨石 九轮过后便是一根巨大的土刺 同样九轮过后 这旁硕的风轮便接踵而至 如今已是最后一轮 唐欢飞速地观察了一下 这一轮出现的山峰 竟只有七百多座 这天结是依据天路之内的生灵树木而出现的 七百多座山峰便意味着天路中只剩七百多人 第二种天结尚未结束 就已有两百多人丧生 呼 风轮急速接近 唐欢又全已向上轰出 本就狂硕的拳头竟是极具膨胀 寝刻间 便似冲涩这片被隔绝开来的空间 拳风 助神武武士之一 通 巨响声激荡虚空 那座风轮直接暴散开来 唐欢身躯只为一下沉 便继续上冲 寝刻间 硕大的躯体便已穿过那片纵横肆虐的静细 紧接着 唐欢便再次感受到了那股极度凝缩的柔和力量 力量如溃提红涛 涌入唐欢躯体之内 完全无需炼化 便飞快地融入到了真元当中 轰 隐隐间 唐欢丹田中似传出一声巨响 虚灵之内 那道无形避障轰然散碎 灵洞中的螺旋又增加了一道 画须六转 强横的气息从躯体间咆哮而出 开始疯狂飙升 唐欢只是微微一喜 心神便已沉静下来 两道目光以最快的速度扫尸了一圈 此刻 在唐欢之上的 竟只有虎四 聂指瞳和段无牙三人 其中虎四牢牢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和唐欢相距起码有两三千米 聂指瞳和段无牙近乎平行 两人和唐欢的距离都还不到千米 唐欢下方包括九龄在内的数十道身影还能够清楚的看到形容 在下面的便只剩一个个小点 保持这样的速度 完全可以进入前十 唐欢眼神为动 争夺前三的几率几乎为零 毕竟虎四 聂指瞳和段无牙的实力太强悍了 尤其是虎四 竟已是凝聚出了道英的超级强者 能够以远逊于邵阳等人的修为 将这般画须九转和画须八转的强者甩在后面 这已经是超乎了下面众多的想象了 对他们而言 唐欢在这天路之中的表现已是堪称奇迹 呼 苍穹之上 笑音再起 一片耀眼的白色已是在庞硕的天路顶端呈现出来 令人难以逼逝 五行天节之经节 开始了 第1172章目节 无比丰锐的气息 从高空倾泻而下 尽死无坚不摧 唐欢庞硕的躯体没有丝毫持滞 继续往上飘升 最高处的虎四 最先与这第一波金节遭遇 那竟是一道道数十米长的金光 如流星般突逸着长长的芒尾 以骇人的速度撕裂虚空 疯狂下落 虎四实力最强 所面临的天节也是威势最盛 不过 不管是最初的虎节 还是接下来的土节 亦或是此刻的金节 对他来说 都没有造成任何威胁 弹指尖 那道金光便已崩灭 虎四过后 便是聂指瞳和段无牙承受这金节 接下来便是唐欢 这次 唐欢没再动用拳头 而是挥出了手中百猎离火枪 相隔百米之时 一道萦绕着赤裂火焰的枪芒 便以暴射而出 通 穿金烈石般的冥想声中 五行天节持续不断 二十七轮金节过后 便是二十七轮水节 继而是二十七轮木节 天节的威力越来越强 能够一直支撑下来的生灵 越来越少 凭借着强悍的湛王金身 唐欢稳速上行 在这天路之内 施展湛王金身 真元消耗的速度 远远超过了在外面 风火雷戒的时候 原本 唐欢还以为自己要耗费大量 恢复其真意果 用来恢复真元 才能始终维持这种神通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唐欢才发现 自己完全拨虑了 几乎每次都是真元快要耗尽的时候 就刚好撑过一种天节 那随后灌注到体内的力量 不但提升了他的修为 更让他体内真元重新变得充盈起来 一直到现在 唐欢都还不曾服用异果 之所以能够如此 也与唐欢体内真元容量 远超一般化虚修饰的缘故 如果换成别的战族修饰 恐怕还不等支撑到一种天节结束 体内真元就已经消耗的干干净净了 此弹指一瞬 又四过了好几个时辰 最后一轮木节终于降临 呼 一片硕大至极的绿叶如脾链般 从上空席卷而来 那绿叶看起来生机勃勃 事实上 他也的确蕴含着无比磅薄的生机 不过 这生机却在绿叶范围之内 凝聚出了一个激起旁硕的漩涡 强横的稀释之力源源不断地 从漩涡内衍生出了出来 不过 这绿叶稀释的不是躯体 而是生机 从这木节的第一轮开始 不管他表现出来的是怎样的形式 都会稀释生机 而唐欢最不怕的偏偏就是这个 唐欢只需将太极灵火中的生意催动到极致 互助自身便完全不用担心生机流失 算下来 这五行天节之中 反倒是木节威胁最小 但其他修士 除了实力最强的虎四依旧是一级绝尘之外 包括聂指童和段无牙在内的所有话需修士都是速度大降 当地第十八轮木节过后 唐欢就已经追上了聂指童和段无牙两人 现在唐欢已是超过了两人近千米 不仅如此 生机的大量流失 也让这两位顶级强者看起来像是苍老了几十岁 原本俏丽绝伦的聂指童 已是头发花白 胶叶之上 皱纹引线 而本就老太龙中的段无牙身躯更是寇楼 仿佛一只脚椅踏入棺材 下方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话需强者 也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甚至有些修士 竟在这天路之内 直接老迈而亡 那样的画面 唐欢虽然不曾亲眼瞧见 但从上空不断减少的木节数目 却是能够判断得出来 到目前为止 最初进来的一千生灵 竟只剩下两三百人 死亡的画须修士 竟是达到了七八成 唐欢放出来的傀儡 如今还活着的只有耿许 仇瑞 英语 及海天等七人 其他画须修士已全部灰飞烟灭 这样的死亡率 可说是极为惊人 如果早知道这样 估计大部分修士都不会进入通天塔三层 不过 九龄倒是一直支撑了下来 尤其是这木节降临后 小家伙简直是如鱼得水 强大的死气将木节的威力消减到了极致 从第一轮木节开始 九龄殿不断地超越一个个冲在前面的画须修士 如今 他竟已追到了聂指瞳和段无涯后面 搜 唐欢身如流光 体表绿燕翻腾 手中长枪以雷霆万军之势撞入绿叶漩涡之内 近起疯狂爆发 醒刻间便将那绿叶撕碎 唐欢身躯只是微微一致便从漫天绿一间穿梭而过 瞬即 那股熟悉耳的力量又一次出现 灌入了体内 轰 丹田之内 一道无形臂障再次暴碎开来 虚零零洞之内 螺旋在天一圈 画须七转 感受着自身气息的变幻 唐欢心底泛起一股莫大的欢喜 在玄霜雪界 凭借众多的玄冰红莲 直接从画须三转突破到画须五转 如今在这通天塔三层 又从画须五转踏入了画须七转 这通天谷欲果然是来对了 待从这里出去 得抓紧时间收集力量 可不要将来到了画须九转之境 幻见天赋依然是这般残破不堪 呼 心念间 唐欢呼地发现 自己好似撞破了一道薄薄的无形屏障 紧接着 身盼虚空急剧波动 唐欢感觉自己似被一股柔和的力量包裹了起来 而后拉扯着不断行进 眼前世界开始急速变幻 瞬息过后 那力量突然消失 唐欢只觉双脚踏落了实地 明目望去 已是置身于一处白色空间之内 约莫有方数千米大小 空间的形状颇为奇特 只是略意思索 唐欢便发现这里与通天塔顶层的模样极为相似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乾坤道界了 没想到竟会这么小 而且与玄霜雪界和风火雷界完全不同 好精纯的力量 全集 唐欢便经不住洗上眉梢 这片空间之内 一种极其精纯的力量近似凝结成了实质 给人一种粘稠无比的感觉 仿佛随手一抓 便可将一大把力量握入掌中 唐欢不知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 但却知道 这种力量的品质绝不会下于在天路中吸收的那些力量 若是吸收炼化了 被修为的提升绝对是大有好处 第1173章道珠入手 小家伙 这里 下一刻 唐欢就被虎四的声音吸引了过去 他这时正助力于空间中心 在他身前 悬浮着九颗珠子 大小不一 却都圆溜溜的 晶莹郁润 都绽放着异常耀眼的白色荧光 透散出来的气息极为玄妙 乾坤道珠 唐欢眼睛脚不微动 立刻出现在虎四身盼 探手抓去 一颗白色珠子非常轻松地落入了掌中 他选择的是剩余九颗乾坤道珠中最大的那颗 竟与婴孩拳头相当 到珠一入手 他便从中感应到了一股奇异而强大的力量 这力量与阴阳之力极为相似 却又似蕴含着道之法则力量的特性 虎四大人 恭喜 唐欢没再多做观察 随即笑容满面的望向虎四 他掌中也握着一颗乾坤道珠 只打亮一眼 唐欢便愣住了 他突然发现 虎四挑选的乾坤道珠似乎比自己的这颗要小上不少 惊诧之余 唐欢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乾坤道珠 又看了看剩下的那八颗 快速对比了起来 若以大小而论的话 虎四那颗不但不是最大的 甚至也不是第二大的 而是排在了第三 虎四大人 你怎么 唐欢忍不住开口道 不等唐欢把话说完 虎四便笑盈盈的道 我已凝聚道音 乾坤道珠对我已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自然没必要再去选择最大的 大的那两颗 就留给你 还有九龄那的小东西了 虎四大人 什么留给我 几乎是虎四话音刚落 唐欢便捕捉到了一道意念 却是九龄第三个冲入了乾坤道界 嘎唧 乾坤道珠 九龄几乎是一眼就看到了那八颗白色圆珠 小翅膀一拍 宛如一道九彩荧光 请客间 便电视而至 将剩余八颗中最大的那颗 可叼在了嘴里 宝石般的眼珠子里满是极其人性化的兴奋和激动 度谢虎四大人 唐欢清吸口气 深诗一礼 没再和虎四客套 心中却是极为感激 对以凝聚道音的虎四来说 乾坤道珠的作用的确没有一般的话 需修饰那么大 但也绝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美用 我再试试 嘎唧 虎四百百首 刚要开口 九龄就将自己的乾坤道珠往后背一甩 收入了九色灵壳之内 唐欢和虎四甚至来不及将九龄叫珠 这小家伙就已经冲向了另一颗乾坤道珠 结果 连珠子都没有碰触到 就此撞上了一股无与伦比的排斥之力 继而惊叫着被弹出数十米 好在他很快便稳住了身躯 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唐欢放下心来 经不住哑然失笑 这小家伙也太贪心了 总共才这么十颗乾坤道珠 而且只有前十可得 这便意味着 每个生灵都只能获取其中的一颗 这是乾坤道界的天地规则 就算是天界强者降临 也不可能打破这样的规则 呼 瞬即 细微的破空声再次响起 却是聂子童和段无牙近乎同时显露出了身影 刺刀目光一扫 两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那八颗乾坤道珠 最终还是段无牙快了一点点 抓住了最大的那颗 道珠一入手 他便经不住纵声狂笑起来 苍老的面旁欲发显得争吟可怖 聂子童只能退而求其次 乾坤道珠虽略小一些 不过 上千年夙愿一招的长 他也同样是激动莫名 直到又有修饰进入乾坤道界 段无牙和聂子童心绪才稍稍平复 目光为一闪烁 段无牙探手朝其他的乾坤道珠抓去 结果便如之前的九龄一般 直接被弹飞出去数十米 见状 聂子童暗自庆幸不已 还好慢了一步 没有像段无牙这般丢人现眼 可目光瞥向虎四 唐欢和九龄之时 聂子童眼神中却流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羡慕 虎四领先也就罢了 毕竟是凝聚出了道英的超级强者 他心服口服 但在最后关头接连被这么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和一只小小的灵兽超越 却让他被赶憋屈 不过 就算再怎么不满 他也不敢表达出来 虎四的实力 让他忌惮无比 哪怕是自身实力在天路中大有提升 他也不敢妄动 段无牙稳住身躯 目光也是从虎四 唐欢 九龄身上一扫而过 眸子里凶光闪路 却顺及隐蔑了下去 他没有和虎四发生过冲突 但听人说过当时情景 只是他对道英的了解远不如聂止童 因而对虎四虽也颇为忌惮 却远不如聂止童那般强烈 这也让他生出了几分贪婪的心思 毕竟先进来的生灵 挑选的乾坤稻珠肯定要更大一些 就在段无牙念头急转之时 越来越多的修士进入乾坤稻界 剩余的五颗乾坤稻珠 很快便有了归属 邵阳是第十个进来的 也获得了一颗乾坤稻珠 道珠入手的刹那 这老家伙笑得整张脸都成了一朵菊花 在邵阳之后 又有两百余人路陆续续地抵达此处 这片空阔的区域 顿时变得颇为嘈杂起来 他姥姥的 老子终于撑过来了 乾坤稻界呢 就是这个鬼样子 这五行天结真是厉害 我那六位朋友 全都死了 这是什么力量 如此精纯 唉唉 来晚一步了 要是再快一点 我肯定也能得到乾坤稻珠 各种声音接连回想起来 众人神色极为复杂 或是激动 或是哀伤 或是惊奇 或是惋惜 这些化虚修饰自然不可能 再获得乾坤稻珠 当然 他们也不是毫无所获 在那天路之内 只要撑过一种天结 便有力量灌注入体 连续五次下来 化虚九转之下的修饰 基本上都提升了一种 甚至两种境界 而化虚九转的 虽不曾突破 修为同样有极大的提升 还有充实于乾坤稻戒的那种力量 精纯的让人赞叹不已 很快便有修饰盘坐余地 开始吸收炼化 没有获得乾坤稻珠 在这里修炼一番也不错 没过多长时间 这乾坤稻戒便已彻底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坐了下来 便连唐欢和虎四也不例外 第1174章是他在搞鬼 只是片刻过后 唐欢便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乾坤稻戒之内的力量 吸收起来并不难 可练化的速度却非常慢 他拥有九阳神炉都是如此 更何况其他修饰 果然 唐欢只是稍作观察 便发现周围不少修饰 都是满脸苦笑 可即便如此 也没有人停下来 这乾坤稻戒之内 没有出口 除了吸收炼化这种力量进行修炼之外 似乎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 也不知能在这乾坤稻戒待几天 唐欢心中暗字揣测起来 若他判断的没错的话 这种力量应该是炼化的越多 速度越快 这个地方适合长时间修炼 不过 这处空间肯定不可能无限其地 对度过五行天节的生灵开放 若只能修炼个十几二十天 对修为的提升起不到多大作用 转念间 唐欢忽地心神为移动 左右扫视了一眼 他便悄然站起 走到一个角落 背对着所有人盘腿而坐 虎四 邵阳等人也都察觉到了他的举动 却并未在意 倒是九龄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 而后蹲在了唐欢肩膀上 呼 下一刻 万见天图便已在唐欢掌中闪现出来 修复幻见天府 需要品质极高的力量 这乾坤道界之内的力量正好合适 既然这里的力量暂时极难炼化 且不知能在此处停留多久 不如先吸收一点力量放入幻见天府之内 呼 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在唐欢催动之下 强大的稀释之力随即衍生 周围力量受此引动 顿时大片大片地呼啸而来 没入万见天图当中 只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 唐欢身周就已笼罩着一层白萌萌的气息 那无比浓郁的力量汇聚而来 将它身影完全遮蔽 角落中的异动 很快就被距离最近的几名修士察觉 梅雨间都是不自禁地流露出了惊奇之色 这乾坤道界的力量的确是极易吸收 可吸收进去之后 还得炼化才行 炼化速度慢 吸收速度再快也没用 若是过量 说不定还会引起反噬 那家伙如此疯狂地吸收力量 对自身有必无益 几人相视一眼 脸上都泛起了古怪的笑意 他们虽不知被您为实质的力量覆盖的那人是谁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幸灾乐祸 然而 没过多久 他们脸上的笑意就僵住了 按理说 以如此可怕的速度吸收力量 丹田应该早已被塞满了 可那人汲取力量的速度不但没有丝毫衰减 反而还在不断地提升 隐约间 那人所在之处 竟有力量漩涡显露了出来 呼 动静越来越大 没过多长时间 几乎这乾坤道界的所有修士 都被惊动 一道道亚裔的目光望了过去 是谁在那里修炼 这样吸收力量 他也不怕称暴丹田 妈的 那人疯了不成 惊呼之声叠起 不少修士转头观望 只要知道乾坤道界中缺少了谁 自然就能判断出那人的身份 这小家伙 虎似眉头为皱 美目深处闪露着疑惑之色 他已然知道 炮制出那力量漩涡的便是唐欢 不过 他并没有贸然地对唐欢 现在的举动进行干扰 唐欢并不是小孩子 三十来岁便已踏入话需七转之境 他肯定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这乾坤道界的力量极难炼化 可即便如此 唐欢依旧如此疯狂地汲取力量 必然是别有缘故 他现在只需要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即可 是他 数百米外 聂指瞳只是眼睛一转 便已知道是谁弄出了如此巨大的动静 眉宇坚不自禁地浮起了一抹亚异 目光有意无意地掠过虎似 将他对此无动于衷 聂指瞳眼中亚异之色顿时变得更浓 另一边 段乌鸦也是从修炼中醒来 却是目光微微闪烁 不知在想些什么 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 唐欢丝毫没有停手的迹象 呼 大片大片的力量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那急速流转的漩涡竟在一点一点地扩张 声势越来越惊人 最初的惊异过后 众人心绪也都渐渐平复 继续修炼 随着时间的推移 原本想要等着看唐欢笑话的一些人 也不得不收拾心情 开始汲取力量进行炼化 在这乾坤道界的每一刻都非常宝贵 若全用来关注他人状况 也未免太可惜了 这片空间 再次陷入了落真可闻的寂静当中 嗯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声低呼数地响起 怎么回事 我吸收不到力量了 这突然开口的是个容貌颇为年轻的白衣男子 可真是年龄绝对百岁都不止 其修为也是达到了话虚八转巅峰的地步 我也是 还有我 真他娘的见贵了 片刻过后 白衣男子周围便响起了一阵硬核之声 最靠近漩涡的十数名修士面面相去 脸上惊异不定 紧接着 众人的目光全都落在了那漩涡之上 是那家伙在搞鬼 众人眉宇兼怒意引现 他们已经明白了似乎怎么回事 这片区域的力量 已被漩涡之内的那个家伙完全稀释干净 在这样的情况下 原杵的力量会源源不断地补充过来 可那些力量一涌来这边 马上又被那漩涡吸引了过去 他们根本就争抢不过 可恨 他这么搞 别人还怎么修炼 一名身材高大的老者弹身而起 目不可恶地向那漩涡暴射而去 宛若挣脱江绳的野马 速度迅极无比 呼 在距漩涡只剩数米之时 魁涡老者手中粗瘦的长棍便灰扫而出 煞时间 笑音疯狂激荡 棍身过楚 风暴翻卷 可不得气息波动如浪潮般弥漫开来 竟连虚空都为之扭曲 视若雷霆万君 不远处 虎似默然睁开眼睛 瞳孔深处 寒意闪路 白嫩的玉手已是微微抬起 可他还没出手 那边就已是一变抖声 嘭 长棍以横扫千斤之势落在了漩涡之上 剧名之上刚一蹦发 那长棍便顺着漩涡流转之势滑开 而扫出这一棍的魁涡老者 也是被一股无法抗拒的距离引动 藤云驾雾班底抛飞出去 摔了个狗可尼 第1175章太不让人省心了 看到这幕画面 虎似不觉笑了一笑 玉手缓缓垂落 美眸再次闭合了起来 而瞧见那老者的狼狈模样后 另外那时数名蠢蠢欲动的修饰却都呆住了 那老者乃是画虚九转的强者 竟丝毫撼动不了那漩涡 在众人的注视下 那魁涡老者抓着长棍爬了起来 躯体尖虽无损伤 可脸色却已是变得极为难看 老子还偏不幸了 诸位 我们一起动手 见莫片刻 那画虚八转巅峰的白衣男子莫地狂吼一声 手中聚剑狂舞 漫天见光包裹着他的躯体 在那魁涡呼啸而去 凌厉无匹的气息瞬即充塞虚空 其余画虚强者相视一眼 也都迅速跟上 甚至连那先前被摔飞出去的魁涡老者 也在此挥棍而动 一时间 方圆数十米内 笑音四起 静气狂飙 砰砰 插那过后 一道道强猛无比的攻势便落在了那力量漩涡之上 剧烈的撞击声响成一片 可几乎是下一瞬间 那十数名画虚强者就相继被漩涡引动 而后不受控制地摔了出去 极为狼狈 十数名画虚八转 画虚九转的修饰 竟都奈何不得那因力量急速流转而形成的漩涡 见状 圆处那些被再次惊醒的话虚修饰都是瞠目结舌 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漩涡之内修炼的那个家伙 到底吸据多少的力量 竟连如此强猛的攻势 都难以令那些力量散化开来 在那边已经吸据不到任何力量 若任由他这般修炼下去 估计用不了多久 这乾坤道界所有的力量都会被他汲取干净 一个阴冷的声音骚然响起 说话的是个双颊瘦血 身穿黑色衣袍的中年男子 眼神阴沉如水 众人面面相去 不时地交换着眼神 都是神色凝重 那漩涡和刚出现时相比 已是扩张了数倍 越来越庞大的力量涌入漩涡之内 照这个趋势下去 这里的力量真有可能被稀释一空 到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只能无所事事的在这里白费时日了 岂有此理 就在这时 苍净的怒喝之声陡然震想 乾坤道界是所有人的乾坤道界 这里的力量也属于所有修士 岂能任由那人继续肆意胡为 将本该属于所有人的力量都汲取到自己体内 说话之人 形貌异常苍老 看起来已是丰烛残年 但从其躯体间透溢而出的气息 却是无比强大 老祖说得对 绝不能再让他这么吸收下去了 把我们大家的力量都吸收了 这怎么能行 乌鸦老祖 我等一同出手 他这番话一出口 顿时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众多修士 已是忍不住气愤填英地附和起来 即便是没有出生的那些修士 眼神中也都流露出了期待之意 这出生的老者 可不是普通的话虚强者 而是被人称作乌鸦老祖的段乌鸦 实力极其恐怖 有他出手 打破那悬窝硬无问题 众人现在 都已知道 弄出这般动静的 是第二个进入这乾坤道界的那的年轻家伙 尚未进入天路之前 那人才话虚无转 如今已达到话虚七转 这样的修为 在这里属于垫底的层次 不足为律 关键是那人的靠山似乎极为可怕 据说连与段乌鸦齐名的聂子童 都对其极为畏惧 四寸间 不少人朝那盘坐鱼地的白衣少女望了过去 神色间都出了些许担忧 不知现在的乌鸦老祖 是否拥有与他抗衡的实力 若所有人和乌鸦老祖同时出手的话 他就算实力再强 恐怕也得顾忌一二 真是自不量力 千米之外 见段乌鸦三言两语便将众人鼓动起来 邵阳不由的撇了撇嘴 虎四现在没什么举动 那是因为还没人能够真正威胁到唐欢 接下来他们若出手 虎四绝不会再做事不理 段乌鸦实力虽强 可想要挑战即杀化虚 九转强者如砍瓜切菜般的虎四 绝对是自讨苦吃 虎四绝不是靠着人多是重就能对抗得了的 聂指童身躯一动不动 眼中却是一色闪烁 两道目光不经意间从虎四身上掠过 他没有勇气去仪视虎四的深浅 段乌鸦愿意出这个头 他是求之不得 若虎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那可就怪不得他了 四寸间 聂指童唇角勾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好 段乌鸦扶掌逼喝一声 目光则是有意无意的看了看虎四 他现在聚那漩涡不到百米 曾细细感应过那漩涡之内的状况 如果他判断的没错的话 此刻在西剧力量的并非是那的年轻人本身 而是他手中的一件宝物 一个话需修饰 就算实力强悍如他 也不可能将这乾坤道界所有的力量 都稀释得干干净净 可换成那件宝物就很难说了 要是能够将那件宝物弄到手 好处简直无法想象 更何况 那人身上还拥有更大颗的乾坤道珠 之前 在获得道珠之后 他曾尝试再抓取其他无主的道珠 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有主的道珠 不知能否弄到手 不过 事事就知道了 诸位 随老夫来 话音落下的刹那 段乌鸦便已向那漩涡暴射而去 几乎是同一时刻 众多修士也都呼喝着行动了起来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交相混杂 宛如狂涛骇浪 向前赴押而去 似欲将一切障碍都碾成鸡粉 真是呱躁 触点 一声叹息响起 你们这帮家伙 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这声音轻轻淡淡 却似具垂敲鼓 不断地轰击着众人心脏 让人心跳都似漏跳了几拍 等众多修士回过神来的时候 便发现那白衣少女的身影 已毫无征兆地摩依到了那巨大的力量漩涡之前 众人只觉神魂济颤 空间煞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当中 此前还没怎么感觉 可现在 众人才猛然发现 走过那天路之后 这个神秘女子肆意变得更加强大 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娇小玲珑的躯体却似化作了维俄飓 恐怖的压迫感让人直欲窒息过去 第1176章 惨败 这位姑娘 那人强行截夺这乾坤道界之内的力量 已是犯了重物 你还想庇护于她不成 段无牙双目为咪 抬手一指漩涡 面无表情递递喝出声 虎似双目扫过众人 淡然说道 她能这般西剧乾坤道界之内的力量 那是她的本事 你们若是不服气 也可以学她 绝不来 那只能怪你们自己无能 一帮无能的废物 好好在旁边待着就行了 跑出来丢人现眼 导演没什么 可要是不小心把小命都给弄丢了 那就太不值了 说吧 那盘龙棍已在虎寺掌中显露出来 听到她这番话 众多修饰都是蹊跷生烟 险些把肺都给气炸 只不过 众人虽面色难看 却都是不敢发作出来 胡思话语间的威胁之意 让他们心底发寒 这可是连聂止童都忌惮不已的强者 若她真打算对谁动手的话 恐怕除了段无牙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够挡得住她一招 这一刻 不少人心底开始暗自后悔 刚才不该受段无牙一鼓动 就头脑发热地跑出来 在天路之上历经艰险 才保住性命 进入这乾坤道界 就算这里的力量被那人稀释干净 仅凭天路中的灌注的那些力量 也算不需此行了 一旦和这神秘而可怕的女子发生冲突 就算靠着人多势众 将她干掉 己方也是必死伤惨重 如果死的是其他话需修饰 那自然无所谓 可要是自己也死在其手中 那可就太过冤枉了 转念间 不少修饰虽是倍感愤怒和憋屈 却已开始悄然后退 和前面的段无牙等人拉开了一段距离 倒是伶牙立齿 不过 我也有句话要送给你 察觉到身后众多修饰人心浮动 段无牙经不住冷笑出声 是非只因强出头 想要庇护她 也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能耐 若没那个能耐 好好在旁边待着就行了 跑出来丢人现眼 导演没什么 可要是不小心把小命都给弄丢了 那就太不值了 出道后面 段无牙竟是学着虎四刚才的口气 将她后半句话又送了回去 有意思 虎四打亮了段无牙一眼 不由得笑了起来 也罢 你我也不必在这白费唇舌了 我这边让你看看 我到底有没有那个能耐 出报 虎四手中盘龙棍已是化作黑白香蝉的两色流光 轰了过去 这一棍 近似达到了反扑归针之境 简简单单 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 可长棍移动 周围众人便感觉方圆数十米空间都似被笼罩 封锁在内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棍影在瞳孔中急速扩张 冷冽的寒意瞬间便从尾椎骨窜到了天灵盖 来得好 段无牙口中爆喝出声 神色却是无比凝重 几乎是画音落下的刹那 一把暗红色的长柄巨刀便在掌中闪现 门板一般宽阔而厚重的刀身斩向前方 一抹血红刀芒灯时如匹炼斑卷过虚空 暴力的气息翻腾而出 在天地之间疯狂激荡 段无牙身后众多修饰 终于获得了些许喘息的时机 纷纷如是重负地向后退却 轰 那道血红刀芒尚未碰触到呼啸而来的盘龙棍 便迸发出一阵剧烈的冥响 近似被盘龙棍衍生而出的恐怖压力 瞬间挤压的暴碎开来 紧接着盘龙棍和那血红巨刀便硬汗在了一起 当 距离激荡而出 刀棍相处之处 竟是由骨肉眼都能清晰瞧见的波动翻卷开来 瞬息过后 段无牙便是闷横一声 皱纹密布的面旁煞石杖的通红 而脚下连连倒退了数十米 一些后退不及的话需修饰 则是完全承受不住这股力量的猛烈冲击 直接就被掀飞了出去 这一刻 段无牙眉宇尖不自禁地显露出了震海之色 她当然知道眼前这个女子要比自己厉害 这从她能轻松和褪孽指童 以及她在天路之上的表现就能看得出来了 不过 她原本以为 这女子如今就算比自己强 应该也强的有限 因为抗衡五行天节的过程 她的虚灵已是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这让她的实力出现了飞跃般的提升 否则 她也不敢贸然当这个出头鸟 可真正交手之后 她立刻便清醒了过来 自己的实力和这个女子之间 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哼 虎似鼻中轻横 身躯抱紧 弹月而起的盘龙棍再次砸了过去 依然是简简单单的一棍 却似蕴含着无穷的威力 仿佛能将世间一切物事都烘成鸡粉 一般的修饰这个时候 恐怕连抵抗的念头都升不起来 呼 段无牙尚未稳住身躯 见妆脸上再次变了颜色 口中狂吼一声 血红巨刀便再次挥斩而去 笑音裂空 当一声聚响过后 段无牙再次倒退数十米 紧接着呼啸之声奏起 虎似的第三棍又接踵而至 黑白两色荧光似已冲涩了整片虚空 令人神魂都似被吸射而去 周围已是变得鸦雀无声 可瞬即 这乾坤道界之内便响起了一阵惊呼 当猛烈的撞击声中 段无牙已不再如之前那般倒退 而是在数百道目光震恶的目光注视之下 如拜格般被抛飞出去近百米 而后重重地砸落在地 口中鲜血狂喷 手中血红巨刀也是断成了两截 嗖 虎似如影随形 瞬即出现在断天涯身判 盘龙棍静止点向其胸膛 缠绕在棍端处的黑色龙头显得愈发猙獰 似欲责人而逝 段无牙面旁苍白 神色萎靡 眼眸之内闪露着一丝悔恨和不甘 他知道 这一棍下来 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等了千余年 好不容易才进入这乾坤道界 获得了乾坤道珠 日后登天而去 进入天界 想来也可混得极为不错 却因一时冲动而死在这乾坤道界之内 这让段无牙怎能甘心 可惜 这世上没有后悔要吃 段无牙满脸苦涩 有些绝望地闭起了眼睛 却没发现那棍端即将落在自己胸口的前一刹那 竟毫无征兆地顿了一顿 虎四那两道带眉也是不自禁地皱了起来 美眸深处似有疑惑之色一掠而过 第1177张西式一空 滚 拳击 虎四口中便是低喝一声 寒龙棍轻轻一挑 段无牙便飞出去数百米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段无牙先是惊疑不定 继而眉宇间便慢是劫后余生的狂喜 拼命爬起 两辆枪枪地王远处逃窜而去 一直跑到数千米之外的乾坤道界边缘地带 这才停了下来 虎四代眉舒展开来 略有些遗憾 刚才 正当他准备一棍将段无牙干掉的时候 心底却突然涌出一股巨大的警兆 他有种强烈的预感 若段无牙真死于盘龙棍下 自己恐怕也会被这乾坤道界抹杀 这让他不得不选择收手 不过 这段无牙对他也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暂时留其一命也无法 若他还是这般不逝去 等出了乾坤道界 再送他一棍便是 转念间 虎四目光扫过周围众多话需修士 身影为动 便已回到原处 再次盘腿而坐 双目唯唯闭合了起来 周围那些修士却都是不自尽地打了个寒镜 心中暗自庆幸不已 还好没有急着出手 不然的话 现在恐怕也是跟段无牙一个下场了 也不知这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历 实力居然强大到了如此地步 此前通天谷遇的最强两人之一 居然连他三棍都接不下 带着深重的疑惑 众人都是下意识地退到了原处 以免受到那力量漩涡的干扰 至于打破那力量漩涡的想法 早已烟消云散 那女子实力如此恐怖 再多的人上去 也伤不到她一根寒毛 果然厉害 少阳回过神来 轻郁了口气 化学九转巅峰强者 接不住虎四一棍 即便是段无牙 在面对虎四之时 也是毫无还手之力 三棍过去 就已彻底惨败 若非虎四手下留情 段无牙已经灰飞烟灭了 列芷彤也是恍然回神 瞥向虎四身影时 眼眸之中有着深深的忌惮 她早已预料到段无牙 将会以惨败的结局收场 可速度这么快 却还是出乎了她的意料 她本以为自己拼死之下 能对其造成一定的伤害 但现在聂芷彤却发现 她高估自己 也低估了对方 这一刻 聂芷彤也是对自己先前的退让 而庆幸不已 若是当时没有忍住动起手来 进入天路的一千生灵之中 绝不会有她这么个人 而对方估计不会有任何损伤 那个女人 绝对不可能得罪 看其刚才出手的状况 在这乾坤道戒 她似乎有所顾忌 这才临时改变主意 没有对段无牙下杀手 可出了乾坤道戒 就难说了 若将来离开这里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 从其眼前消失 深吸了两口气 聂芷彤心绪才稍稍平复 时间是如流水 越来越多的力量被那漩涡稀释进去 这乾坤道戒之内的修饰 只能不停地移动位置 已拉开和那漩涡的距离 可即便如此 最终也还是难以躲开 力量漩涡所带来的强烈干扰 取久过后 众人哪怕是推至乾坤道戒边缘 也难以再汲取到一丝力量 那么多人当中 只有虎四和聂芷彤 还是汲取部分力量 至于段无牙 则还在全神贯注地 聊至自身伤势 没过多久 连涅脂酮和虎四 也是相继停下 最后一点力量飞快地 没入漩涡之后 那旁硕的漩涡开始快速收缩 不知不觉间 唐欢那么模糊糊的身影 已是显露了出来 只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 那漩涡便已彻底消失 唐欢身影异常清晰地 进入了众人视线当中 力量怎么都没了 在众人看不到的角度 唐欢缓缓睁开了眼睛 有些疑惑地嘀咕了一声 远处众多修饰捕捉到 唐欢这细微的声音 都是有股吐血的强烈冲动 都被你一个人稀释掉了 还问力量怎么没了 不过 众人也只能心中暗自赋菲一番 丝毫不敢在脸上表露出不满之意 通龙 就在这时雷鸣般的巨响 突然毫无征兆地在乾坤道界之内回荡开来 紧接着 这片区域的中心位置 一道巨大的拱门突然缓缓升腾了起来 随后显现的 则是承载着这拱门的高台 这是乾坤道界的出口 哈哈 我们终于可以出去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定是这乾坤道界蕴含的力量已消失 这出口通道便会显露 看着那渐渐露出全貌的拱门 各种声音开始响起 唐欢恍然回神 意念之间 万见天图便已合拢 重新融入丹田之内 而后一个闪烁 便来到虎寺深叛 众多修士看向唐欢时 神情都颇为复杂 若是没有这家伙突然出来搅局 大家修炼到所有力量都被稀释干净的时候 修为绝对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然而现在除了那几位获得乾坤道诸的修士之外 其他人在这乾坤道界可说是毫无所获 这等于是原本属于大家的机缘 全被那个家伙给截夺一空 这让众人心头都是憋屈不已 只是虎寺的存在 却让他们感怒而不敢言 察觉到众人神色有益 唐欢经不住有些讶异的道 虎寺大人 这些家伙怎么了 像是我抢了他们几十亿陵元天金一样 你没抢他们几十亿陵元天金 但是 你把他们本该得到的力量都吸收掉了 虎寺不觉玩耳 呃 唐欢争了一争 只是略做感应 便发现整个乾坤道界都已空空如也 不由略有些善然的笑了一笑 之前他一直将注意力放在万箭天图之上 虽知道自己稀释了海量的力量 也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 曾有人对自己发动过攻击 却并未放在心上 也没有想过要将这里所有的力量都稀释干净 哪怕是行转之后 他也没有马上意识到这一点 直到现在虎寺提醒 他才如梦初醒 不用想这个了 你能稀释这里所有的力量 那也是你的本事 虎寺微微一笑 边飘然向前边道 小家伙 我们先出去吧 他说话之时 段乌鸦已是一马当先帝冲入拱门之内 而后便是纳涅指瞳 两人一动 其余修士也是纷纷朝高台报社而去 唐欢清吸口气 快速跟了上去 第1178章返回封虎雷界 封虎雷界 东部高台 众多修士来来去去 可如今却依然有数百道身影聚集在那 虽说通天塔三层的入口听道已经关闭 可那么多人进入到了里面 肯定还有再次开启的时候 一旦入口重新开启 守在这里的人 自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其中 嗡 也不知过了多久 剧烈的冥想声陡然激荡而起 这高台之上的众多修士 立刻就被惊醒了过来 拱门之内 那片原本平静的虚空竟已出现了连一般的细微波动 通天塔三层的入口通道要开启了 太好了 幸亏我没离开 要是知道这个消息 之前走掉的那些家伙估计连肠子都要毁清了 一道道身影站了起来 众人神色间都是激动莫名 在这里等了那么长时间 总算是快要如愿以偿了 呼 落地 一道寇楼的身影从拱门之内闪烁而出 那是个满脸皱纹的老者 双脚落地之后 近乎没有丝毫停顿 立刻向月落高台 向原楚暴射而去 顷刻间 那老者便已没了踪影 那是 乌鸦老祖 一名绿衣中年不自尽地低呼出声 眉宇间却是显露出了一抹惊奇之色 我曾见过乌鸦老祖 必是他无疑了 我就说 乌鸦老祖肯定进入了乾坤道界 现在一看 果然如此 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获得了乾坤道珠 他跑这么快做什么 这里又没人抢他东西 众人嘀嘀咕咕 呼 紧接着 又是一道身影显露出来 竟是个紫衣女子 几乎是和乌鸦老祖一样 刚一出来便毫不停留地朝远处飞驰而去 他的速度甚至比乌鸦老祖更快 先后两人都是这样的举动 看得众人满头雾水 难不成他们在乾坤道界之内 获得了某种非常珍贵的宝贝 所以一出来就赶紧离开 免得遭人抢复 若只是那紫衣女子 倒是有可能 可现在却连乌鸦老祖都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他可是通天谷欲最强者之一 谁敢从他手里抢复宝物 就在众人疑惑之时 又有数道身影从拱门之内闪烁而出 在他们之后 更多的修士源源不断地涌现 他们出来后 虽也有不少人立刻四散而却 但都不如乌鸦老祖两人那般急切 众人下意识地打量起来 很快便发现了其中的异状 这后面出来的有两百多人 除了少数那么几个之外 绝大多数修士都是兴致不高 似乎在乾坤道界之内没什么收获 另外 几乎所有人都在有意无意地 远离其中的两道身影 那是一个面容秀美绝伦的少女 以及一个俊秀青年 月末三十岁上下的年纪 肩上蹲着一只九彩小鸟 周围众多修士看向他们的 眼神中似乎都有着深深的忌惮 高抬处的众人 自然不知道 这两人便是虎四和唐欢 对于周围的那些目光 唐欢毫不在意 条件反射半地扫尸了一圈后 便笑盈盈地看着虎四道 虎四大人 你接下来打算前往何处 我打算前往虎足 虎四微微一笑 可刹那过后 他脸色就是一变 眉头粗了起来 但玄机便又施展开来 活敢无奈的道 看来虎足我是回不去了 从乾坤道界出来后 我已经压制不住修为 天路马上便会降临 我必须马上离开通天塔 在通天谷域应节 否则 天节将会变得越来越强 在这通天塔内 天路不会降临 可在外面的通天谷域 天路却不会受到空间的阻隔 不过 绝大部分修士 都会选择在助神大世界应节 其原因便是 在助神大世界时 天节会稍弱于通天谷域 当然 对自身实力有足够信心的人 则不会刻意离开通天谷域去应节 便如虎四 完全没必要跑回到助神大世界去 最重要的是 他现在就算想回 也回不去了 若是已压制不住修为 感应到天路即将降临 却特意跑到如通天塔这样的地方隐藏起来 这并不是什么好意 因为不可能一辈子这样藏匿 藏匿的越久 天路一旦降临 所将承受的天节就越是可怕 一万个这么做的人 估计有9999个会在天节出现的刹那 就在那种恐怖的轰击之下灰飞烟灭 就像虎四 他估计走出通天塔的瞬间 天路就会出现 那个时候 天节之强 绝对会超乎想象 也正因如此 他更是不能在此耽搁 虎四大人 既然如此 那你赶紧出去吧 听虎四这么一说 唐欢不自禁地为他生出了一丝紧迫感 虎四点点头 小家伙 你是否要与我一同出去 到了通天塔外 以你的手段 断乌鸦和聂指童不可能找得到你 你若是继续留在这里 他们两人只要将堵在出口 日后你再想离开可就难了 我打算在这里多留些十日 再收集一点雷金火金和风金 唐欢笑道 随即又道 虎四大人不必担心 有神通阴阳虚空道 我就算不是他们对手 逃命还是没问题的 也罢 你多多保重 虎四文言 只得轻易汗手 继而又四想到了什么 掌中树敌多出了一个金虎雕塑 荧光朔朔 轻轻一叹 虎四又道 这是虎足的一箭至宝 随我被困两千余年 虎足实力必定大不如往昔 现在我来不及回去 只能托你将他送回虎足了 有他在 虎足将来应当能够恢复往日之强盛 虎四大人请放心 我定会将他送回虎足 唐欢郑重地将那金虎雕塑接了过来 只是略做感应 唐欢便知道 这应该是激发虎足血脉之物 对别人没什么用处 对虎足却是稀释珍宝 好 小家伙 多谢了 虎四笑意盎然第一拍唐欢肩膀 如此 我便先行一步了 将来在天界 或许你我还有再见之日 说吧 虎四已是深化流光 以惊人的速度电视而去 只不过弹指尖的功夫 便已脱离了唐欢视线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张万眼无极见证 小兄弟 虎四一走 等候在十数米外的邵阳笑容可掘地 靠拢了过来 可还记得我们的那个交易 此次乾坤道戒之行 他收获颇风 若能再获得唐欢锻造的圣阶神兵 他随时可引动天路 登天而去 当然记得唐欢收回目光 笑了起来 好 小兄弟 这是给你的实业图谱 初画间 邵阳掌中已是多出了一叠金色纸叶 正好十张 此刻 从乾坤道戒出来的那些修士 早已快速散去 等候在高台上的也是一窝蜂的消失在拱门 这片区域 除了他和唐欢之外 便指圣基海天等人 倒也不用担心被外人看去 泄露消息 唐欢皆入手中 仔细地探查起来 果然如邵阳所说 这十叶神器图谱里面有五叶是圣皆神兵 两叶天皆神兵 两叶高皆神兵 和一叶中皆神兵 前辈为收集这些图谱 想必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吧 唐欢满意地点点头 念头为动 便已将他们全部收入了虚拟法界之内 小兄弟说的不错 为了这十叶神器图谱 老夫可是把积攒了多年的家底全部都送出去了 也亏得拥有神器图谱的那些人 对将他们锻造成神兵已不抱任何期望 否则的话 就算老夫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难以将他们换取到手 少阳摇头晃脑 唏嘘不已 脸上漫是肉痛之色 哦 唐欢撇撇嘴 这老家伙的话 十分能信个五分就不错了 说不定这十叶神器图谱 就是他从那几个被虎四盘龙棍砸死的家伙那里忽悠过来的 不过唐欢也没打算深究他们的来历 现在 十叶图谱到了他的手里 那就属于他了 转念间 唐欢已誓笑道 少阳前辈 你想要锻造的那剑圣皆神兵 可准备好了材料 若是准备好了 我今日便可开始锻造 老夫早已准备妥当 就等小兄弟你出手了 少阳喜动颜色 整张面旁都激动的泛起了红光 略作停顿 老头子又道 小兄弟 我们去哪里锻造 前辈请随我来 片刻过后 唐欢便带着少阳 以及姬海天 耿许等人进入了云层 一年之间 万见天图便已闪现 徐徐展开 将九龄和姬海天等傀儡 都吸射了进去 唐欢的目光随即望向少阳 笑道 前辈是想与我一同进去 还是打算留在外面 将图谱和材料交给我 少阳看着唐欢手中的山水画卷 有些犹豫 他可是亲眼看到 耿许和仇锐等人被其稀释进去的 出来后 他们对唐欢是言听计从 他若是进入里面 说不定生死都将操住唐欢之手 若是进去后不小心看了唐欢的某些秘密 对两人都不见得是好事 只是迟一片刻 少阳便哈哈一笑道 老夫还是待在外面吧 小兄弟这宝物若被夺去 那可就不妙了 说吧 少阳掌中便又多出了一叶金灿灿的神器图谱 像唐欢地了过去 而后 天然品皆各异的神石以及珍贵的铁矿石便一颗颗地显露出来 只是不等落入云层之上 就被万剑天土吸射而入 前辈 我先进去了 将所有材料都收进去后 唐欢也是跟着进入了幻剑天府 山水画卷徐徐必拢 画作卷轴飘落在少阳掌中 唐欢丝毫不担心少阳会将万剑天土夺走 只要他还活着 这东西不可能落入任何人手中 哪怕是实力通天的虎寺也不可能将他据为己有 看着这荧光熠熠的卷轴 少阳却是有些患得患失 他也担心唐欢锻造成功后 拒绝将武器交给自己 毕竟那不是普通的天兵 而是圣阶神兵 就算是聂止童和段无牙那等强者 也会心动 如今已成功出炉的圣阶神兵 整个诸神大世界都没有己见 不曾亲眼观看锻造的过程 就算唐欢将来告诉他锻造失败 他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他现在除了选择相信唐欢之外 也没有别的办法 半赏过后 邵阳收敛气息 钻入一团白云之内 幻见天府 太玄殿 先一步进来的九龄那小东西 以及积海天 耿许等人已经离开 那些天然神石和矿石则就落在殿堂中心 此刻 这古仆的白色殿堂之内 已是塞满了唐欢 从乾坤道界汲取过来的海量力量 唐欢并没有马上就锻造邵阳的那剑圣阶神兵 而是在这殿内盘腿端坐下来 只过了一小会 唐欢便已尽心凝神 灵魂融入到了太玄殿中 当务之急 还是先用这些力量来修复洞府 以免他继续崩坏 嗡 弹指过后 激烈的颤鸣声突然响起 这一瞬间 太玄殿竟是激烈地震颤起来 亿万道凝弱实质的白芒绽放而出 立刻就惊动了这洞府之内的所有生灵 太玄湖内 一处疯癫 姗姗也是猛然睁开眼睛 眉宇肩浮起了一抹喜意 拳击 他便是经不住弹身而起 嗡 嗡 然而还没等他继续行动 愈加激烈的鸣响声便已响彻苍穹 太玄湖内 一座座山峰跟着阵站起来 由近几远 与那太玄殿焦相应合 只不过弹指尖的功夫 就已蔓延到了整个太玄湖中的万座山峰 一道道声响凝聚成巨大的音浪 几乎响彻整座洞府空间 呼 随即 一道道由特性各异的剑翼凝聚而成白色剑光便透出风鸾 冲天而起 在太玄湖上空穿梭有翼 万道剑光 似各自独立 却又似一个完美的整体 各种剑翼纵横交织 竟以太玄殿为中心 以万道剑光为枢纽 凝聚成了一张无比旁硕的剑网 不但将太玄湖笼罩在内 更有无数未尽之意从这张剑网中密码开来 似将整个洞府空间都囊刮了进来 这便是万眼无极剑阵 在将这幻剑天赋了解透彻之后 身为这洞府主人的唐欢便自然而然的掌握了这座剑阵 这座剑阵的根基便是这太玄湖中的万座山峰 以及山峰中的太玄殿和那万道剑翼 只要根基不坏 其他区域就算损毁的再严重 只要拥有足够的力量 再通过这万眼无极剑阵便可修复 可若根基受损 那就无能为力了 第1180张修复洞府 如今这太玄湖中的万座山峰 每一座都是完好无损 湖泊最中心的太玄殿和山峰中蕴含的剑翼 也都完整无缺 这便是唐欢的底气 太玄殿内 唐欢已是彻底将万眼无极剑阵催动起来 这个时候 无数以这座殿羽为中心幅散开来的脉络 便似化作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管道 随着剑阵的急速运转 汇聚在殿内的精纯力量 一点点地涌入那些管道之中 向四面八方蔓延而去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那力量就已慢过太玄湖 翁 力量所过之处 虚空急剧波动 若有若无的颤鸣声随即响彻天地 唯过多久 距太玄湖不远处的一座山谷内 这扩散开来力量就碰触到了一条长达数十米的空间裂缝 磅驳的力量顿时源源不断汇聚而来 一点一点地融入这片天地当中 四有两只无形巨手 抓住那空间裂缝两侧 不断地互相靠拢 四几个时辰 又四几天过后 那空间裂缝终于完全消失 源自于太玄电的力量停止往这边汇聚 而是继续向四周疯狂管扩张 空间裂缝一条条地壁拢 空间陷阱一个个填塞 而空间脆弱的区域 也是逐渐变得稳固起来 太玄电内 唐欢深如磐石 一动不动 电中积聚的力量却在飞速减少 呼 也不知过了多久 电中力量已是彻底消耗一空 唐欢感应了片刻幻见天府的状况 经不住长遇了口气 那么多的力量 只是修复了差不多两成的空间裂缝和空间陷阱 以及那些随时都可能崩溃的空间 而且 这种修复 还停留在浅层的地步 并不彻底 还不能与这洞府空间那些坚稳的区域相比 修复这幻见天府 果然是任重而道远 出去之后 还得寻找更多的力量 唐欢念头围动 旋即脸上便浮起了一抹笑意 缓缓站起身来 可就在他准备走出太玄电时 一道静力的身影已是从殿外闪烁而入 身段恶魔 胶夜如花 贫笑之间流露出的风情极具魅惑 珊珊 取久未见 唐欢不由的怦然心动 双臂一览 两道身影便已贴靠在了一起 通天塔 烽火雷界东部 那通天塔三层入口通道再次开启的消息 以及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不但已经传遍了烽火雷界和弦双雪界 更散播到了外面的通天谷域 众多话需强者为之心动不已 不过心动之余 众人又为那可怕的死亡略而震害不已 一千生灵禁去 最终出来的禁只有两百多 而获得乾坤盗珠也仅有九人外加一只小小的灵兽 这便意味着绝大多数进去的化虚强者不但的不到盗珠 还会把小命葬送在那 可即便如此仍旧有许多化虚强者在赶往蜂火雷界的东部入口 高台上的那道拱门几乎每天都有身影进出 然而几乎所有人都是诚信而来 拜信而去入口通道的确是开启了 可通天塔三层却只剩下一座承载着拱门的高台 连营绕在高台周围的那片混沌也已消失不见 至于齐聚千人引动天路之事更是没有发生 甚至高台之上那无数纹路凝聚而成的千人齐聚 乾坤使动八字也已不在 众人终于意识到乾坤道界出现一次后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再次出现了 或许通天塔三层高台再次被那片混沌营绕之时 连通着乾坤道界的那条旁硕天路才会再次显露 这样的结果让众人无比遗憾 而距那通天塔三层拱门入口约莫千里之外的一团云雾之内 如雕塑般盘腿而坐的少阳 看着手中卷轴 眉宇坚却满是焦虑 他没有准确去计算到底过了多少天 但想来已不少于两个月 当初唐欢在通天城外从他手中获得那叶百列里火枪的神器图谱后 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将神兵锻造了出来 可现在唐欢在里面待了两个月都还没有现身 就算锻造圣阶神兵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也不至于长出这么多吧 这让少阳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 只是他不知道里面的状况 现在也根本就不可能自己进入其中 就算在焦虑也只能强忍 据他判断 他想要的那件圣阶神兵很可能已经锻造失败 如果真是如此 他也只接受了 圣阶天将就算是锻造圣阶天兵 也有极高的失败率 更何况是锻造圣阶神兵 强行将脑中各种分杂的念头按捺下去 少阳缓缓闭起了双眼 又是许久过后 一阵奇异的波动 突然将少阳惊醒过来 垂眼望去 这才发现 手中卷轴已是荧光大战 而且正缓缓舒展开来 唐欢要出来了 少阳念头微动 心跳稍稍加速 竟是没来由的紧张了起来 两只眼睛眨也不眨的望着 恍如活物的山水画卷 呼 紧接着 一道黑影从山水画卷之内闪烁而出 正是唐欢 其手中握着一柄长剑 剑长一米有余 剑身宽约三指 白皙如雪 可剑身中央位置 却有一道浅浅的金色凹槽 从剑间一直延伸到护手处 丰锐的两边剑韧处 也是绽放着淡淡的金芒 金白两色向肩 拎着长剑别具特色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从这长剑中透散而出的气息 恐怖到了极点 竟连他这样的修饰也没来由的感受灵魂即颤 少阳几乎是看到这柄长剑的刹那 眼睛就似粘在了上面 再也磨不开了 那张面庞也是不自禁地泛起了潮红之色 过了好半场 少阳才回过神来 善然的搓了搓手 小兄弟 这这剑 他可以确信 这柄长剑就是依据他给唐欢的那圣阶神兵的图谱锻造出来 只不过 这圣阶神兵现在毕竟还在唐欢手里 如果唐欢临时再提点什么要求的话 他就算再不情愿 也得接受 前辈 接着 现在他是你的了 唐欢一甩手 便将手中长剑抛了过去 少阳下意识地接过长剑 却是有些愣神 他想过多种可能 就是没想过唐欢会这般爽快的江圣阶神兵交给自己 过了好一会儿 少阳才如梦初醒 心底颇为惭愧 小兄弟 多谢了 少阳前辈 你我现在算是两不相欠了 唐欢淡然一笑 他这次在洞府中待了那么长时间 除了修复洞府花费了许多十日之外 更是一口气锻造了包括少阳那长剑在内的六剑神兵 这也是因为属于他的那五剑圣阶神兵 暂时还没有足够的材料 否则 唐欢完全可以把十一剑神兵全部都锻造出来 少阳最终是拿着圣阶神兵欢天喜地的和唐欢道别而去 唐欢收回目光旋即便穿越这片云层一头扎入了狂烈的风雨之内 则